他嫁过去之后才知道自己嫁了个傻瓜男人 可谁知他才刚过门 老吴家就喜事接连不断 日子越来越红火 上山挖野菜捡到灵芝 下河摸鱼捡到菜色 就连他的傻相公居然也不傻了 还考了公民回家 同庆四年 天下大旱 天间颗粒无收 百姓一子而食 苏九月就是这个时候被卖了的 我走了 小九 你到了那边可要尝回来看看 瞧瞧你们 这是干甚 九丫头嫁过去世享福利 那家人家底殷实 地窖里满满当当的 这年头有口吃的就不错了 又不是生离死别 这是坐慎姿态 那就好 不过说好的一千个大钱 你可别胡我 啊 都在这里头了 一千大钱并五金桥卖面 对了 还有二十个鸡蛋 说到这儿 没人脸上的笑更深了几分 要我说啊 你家九丫可摊上个厚道人家 别家都是说好多钱就多钱 抠抠嗖嗖恨不得能少给一些 哪儿还有多给的 人家说了 你们养大个女儿也不容易 这些蛋就给他弟弟妹妹吃吧 苏大牛拎着沉甸甸的篮子 总算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李家婶子 这次可多亏你了 还不是你家闺女长得俊 不然这灾荒年 谁愿意家里多一张嘴 说完 李媒婆便拉着苏九月 渐渐远去 好了 知道你才离开家心里不好受 可你家里也是为了你好 你们家这些日子都吃些什么 你也晓得不把你嫁出去 你们一家迟早都得饿死 我 我可以干活的 干活 现在哪儿有活可干 庄稼都汗死在了地里 树皮草根能吃的都吃了 你这孩子怎的还这么天真呢 李媒婆叙叙叨叨地说了一路 两人从日上三竿一直走到了黄昏后 才到了她夫家所在下阳村 吴家嫂子 开开门 你家媳妇儿我给你带回来了 随后大门打开 一个妇人走了出来 好妹子 辛苦你跑这一趟了 走 咱们先进屋喝茶 累坏了吧 能蹭上你家这喜气 受点累算得了什么 说完 她就扭头看向了跟在她身后的苏九月 九月 这位就是你婆婆 你婆婆是个厚道人 今后你可得把她当自己母亲一般侍奉啊 苏九月半是害羞 半是迷惘 一时间竟也没有说话 好妹子 这孩子八成是害羞了 咱们先进屋 苏九月一进屋 就看到十几号人 有老有少 忽然一声稚嫩的童鹰响了起来 你就是我奶奶一罐钱买来的小婶婶吗 苏九月的脸色迅速由红转白 咬着下唇 眼眶蓄满了泪水 童言无忌 童言无忌 哼 孩子什么都不知道 怎么说还不是大人教的 老二媳妇 今儿你好好给九月道个歉 不然今儿晚饭就别吃了 田秀娘也没想到老三家的第一次上门 她婆婆就让她这么眉眼 她实在有些气急 可是又不敢造此 老三家的 实在对不住 我没教好孩子 你别往心里去 刘翠花也没一直揪着这事不放 她拉着苏九月走到角落 一个男人身边 九月 这是我家老三西元 今后你就跟着她过 吴夕元 苏九月着实有些吃惊 这名字实在不大像是村里人 比如她的弟弟就叫毛毛 邻居的两个儿子则取名狗蛋 臭蛋 这个男人生得真好看 真不像是农家养出来的孩子 你们两个都是好孩子 夕元现在虽然有些傻 但是这孩子是个善良的 你只要对他好 他一定也会对你好的 他刚刚说什么 为什么这个男人有些傻 苏九月还没问出口 一旁的男人却开口了 你就是我媳妇吗 苏九月一时半会 眼头也不是 摇头也不是 男人却依旧很开心 那你可以陪我玩了吗 我们出去玩吧 九月刚来到咱们家 还要折肚子呢 先吃饭 吃过饭 刘翠花拉着苏九月 去了她的屋子 丫头 这块布你拿去 给自己做身心衣裳 沈子 这个我不能要 孩子 这是咱家欠你的 西元的情况你也看到了 她的头受了伤 现在就跟个小孩子一样 不过西元绝对是个好孩子 那些坏习惯都没有 你好好对她 剩下的娘会补偿你 她嫁过去之后 才知道自己嫁了个傻瓜男人 可谁知她才刚过门 老吴家就喜事接连不断 日子越来越红火 上山挖野菜 捡到灵芝 下河摸鱼 捡到菜 就连她的傻相公 居然也不傻了 还考了公民回家 刘翠花告诉了她很多 她的儿子吴西元 原本是个读书人 书也一直读得不错 可谁能想到 大半年前 她去学堂的时候 被人砸破了脑袋 再醒过来就傻了 至今都还没医治好 今儿赶了一天的路 你先回屋歇息吧 屋子里没有点灯 九月摸索着 走到椅子边坐下 打算就这么对付一晚上 你怎么不上床睡觉 忽然 屋子里一道声音响起 吓了苏九月一跳 我 我坐这儿就行 娘说了 不在床上睡觉 会长不高的 说着 吴西元就拉住了九月 走吧 去睡觉 明天起来 就能一起玩了 呃 是了 她现在的心智 就跟个孩子一样 不会欺负我 就当多个玩伴吧 抗有些高 小心磕道 苏九月忽然觉得 刘翠花说的没错 至少这个男人是善良的 苏九月做了一个梦 接天连夜无穷避的 一个金色的景点 跳进了她的怀里 媳妇 我带你去看我养的小鸡 才刚刚破壳 可好看了 西元 顺便把鸡蛋捡回来 知道了 娘 这只叫阿大 旁边那个是阿二 待会儿吃过饭 我们一起去给他们捉虫子吃 娘说了 等他们长大 就有蛋蛋吃了 说完 吴西元一个穿到了鸡窝旁边 伸手从里边掏出六个蛋来 媳妇 你快看 白白胖胖的蛋蛋 小黄鸡就是从这里面孵出来的 这么多鸡蛋 分你一半 我们去找娘煮鸡蛋吃 苏九月小心翼翼的 捧着三个鸡蛋 听了这话都惊了 鸡蛋是能随便吃的吗 她家里每天捡的鸡蛋 都是攒起来 拿去换点钱 她都许多年不记得鸡蛋的味道 娘 给我和媳妇煮鸡蛋 好孩子 都知道心疼媳妇儿了 娘这就去给你们煮蛋去 呀 苏九月被她说得一阵害羞 但还是连忙叫住了她 婶子 不用给我煮 我不吃 你这孩子 还叫个慎的婶子 叫娘 苏九月感觉 所有人都停下手中的活看着她 厨房里的甜秀娘 也探出头来看热闹 她脸上一热 小声叫了一声 娘 好孩子 看你瘦的 娘给你煮蛋去 娘 我真不吃 我今天没干活啊 不干活怎么能吃白食呢 刘翠花有些心疼的 看了九月一眼 随后略意思存 对着她说道 那你帮娘把这些衣服晾起来 晾完衣服去洗漱 热水在锅里呢 刘翠花煮了四个鸡蛋 苏九月和吴夕元 两个一人一个 老大家的桃 和老二家的果 一人一个 连 你这也太偏心了吧 都是儿媳妇 怎的只有老三家的有蛋吃 我跟大嫂没有 老二家的 你刚说甚 田秀娘有一瞬间的胆怯 但还是补足勇气说了出口 你老做的 我怎么就说不得 本来就是您偏心 要我说就该把那六个蛋都煮了 给我和大嫂也一人一个 大嫂 你说是不是 陈昭帝哪里感应 连忙说道 给孩子们吃 我吃饭就行 还想吃蛋 能吃就吃 不吃就把碗放下 还给家里省凉了 说我偏心 好好问问你那猪脑子 你嫁进来的第二天 老娘给你吃得甚 要不是现在年景不好 我还打算给九鸭个二两肉里 田秀娘是风风光光嫁进来的 刘翠花买了个猪大腿 让田秀娘嫁进来的三天 都顿顿吃肉 娘 可有什么活儿让我干的 家里男人都去山里了 看看能不能列到什么利物 两个嫂子也去地里挖野菜了 刘翠花正在绣帕子 准备去镇上换点钱 不然你跟西元也去挖野菜 跑鸭 去哪里挖野菜 我知道 我知道 媳妇 我带你去 苏九月不太信任这个大傻子 就看向了刘翠花 西元以前跟我去过 知道在哪 媳妇 媳妇 我知道哪里野菜多 你跟我去 你真知道 知道 肯定没人去 那可是我的秘密宝地 说着 吴西元拉着九月 就朝着远处的大山里跑去 他嫁过去之后 才知道自己嫁了个傻瓜男人 可谁知他才刚过门 老吴家就喜事接连不断 日子越来越红火 上山挖野菜 捡到灵芝 下河摸鱼 捡到菜 就连他的傻相公 居然也不傻了 还考了公民回家 你把我带哪儿来了 再往里可就要寄深山了 那里头可是有野兽的 就在这了 这里有蘑菇 我想去采蘑菇 九月看向四周 确实有不少蘑菇 野菜也比村子周边多了许多 那你别跑远了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的 言罢 九月便摘地上的蘑菇和野菜 没过多久 他带来的小篮子便装满了 这次可算不用再当个吃白食的了 这一框野菜够一家子一天的嚼用了吧 恶然间九月似乎发现了什么 他抬脚走了过去 媳妇 你找什么呢 西元 你看看这个 像不像灵芝 什么是灵芝啊 灵芝好吃吗 我也没吃过 不过这个能卖很多钱的 很多钱 那是不是就可以买唐人了 肯定可以 咱们把这个挖回去给您换钱 您 今儿我挖了这么多野菜 您可得多分我个菜坛子 没有 前几日你大嫂野菜挖得多 怎能没听她说要多一个 都是一家人 一人一个 多的没有 您 你这也忒偏心了吧 老三家的可不止吃个菜坛子吧 都是给您当媳妇的 手心手背都是肉 您这样可真伤了媳妇们的心啊 偏心 我当你心里是个有数的 没想到你还在这儿给我胡乱掰扯 我为什么偏心你不知道吗 我那装红糖的罐子怎的少了许多 田秀娘被地里干的事被戳穿了 不由的就替自己辩解了几句 这不是桃儿想吃吗 小孩子嘴馋 我这当娘也没什么好东西给孩子吃 就给他兑了点红糖水 咱们当大人的苦点没神关系 总不能苦了小孩子不是 是不能苦了孩子 那剩下的半罐子红糖就给老大和老三加分了 田秀娘怎么能乐意 她顶多就偷喝了几回 能喝多少 剩下的半罐子红糖还剩不少 您我也就咬了两勺 绝对没多喝 你哪怕少分我点都行啊 想都别想 您你给大嫂加我没意见 可老三两口子什么都不干 也没孩子 怎么也有他们的份儿 老三两口子本来就是孩子 你这么大人了 跟两个孩子争 害不害臊 不害臊 不害臊 我跟媳妇才不是废物 我们两个捡了很多野菜的 大家视线不约而同地 落在了走进院中的苏九月 手中拿着的小篮子上 见到里边 确实装了满满一筐 都很惊讶 娘 我有事想跟你说 刘翠花给老大和老二媳妇派了活 便拉着苏九月去了自己屋 九样 你有啥事要跟娘说的 娘 你看这个是不是灵芝 刘翠花从苏九月的手上 接过灵芝 借着窗户外边透过来的光亮 仔细辨认 还真是 你们从哪儿得到的 今天夕园带我去摘野菜 我们碰巧就瞧见了 九样 这东西你打算卖了吗 娘 这东西拿去换钱吧 现在年景不好 换了钱买些粮 那明天娘去感激 你和娘一起 第二天一大早 刘翠花便带着苏九月去镇子上 我当昨天赏雾 他们娘俩在屋子里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原来娘是要带着老三家的感激去 说了半天 也没见人应和她 大嫂 你怎能也不说句话 呃 你让我说事 娘去感激就只带了老三家的一个 活像咱们都是捡来的似的 还是老三命好 跟着娘感激 娘肯定要给她买好吃的 可怜咱们就没这福分了 你少说两句 以前娘带你去感激的时候还少 整天就你事多 哼 那能一样 你看娘那样子 每次仿我跟仿贼似的 哪舍得给我买吃的 我是耳朵 吴二成 你竟然不把这事跟我白扯清楚 我跟你没完 嚷嚷啥呢 大门口嚷嚷也不嫌丢人 不跟你说了 零了零了零了 吴二成不想吵架 便转身进了家门 陈昭帝一看他又看向了自己 也连忙说道 我出去挖野菜 老二家的 你去吗 今儿刘翠花不在 但是家里却没一个敢偷懒的 吴家不养吃闲饭的 如果真要有一个 那也只能是吴锡元 今儿往东边去看看 据说左儿老三两口子就去了那边 回来还挖了不少野菜呢 娘 怎么现在京城还要排队 越是年景不好的时候 赋税越重 现在就连进城门都要收钱了 一人三个大钱 三个大钱 说多不多 说少也绝对不少 至少可以买三个大馒头 娘 不然我不进去了 就在这儿等您出来 你这孩子 娘要买的东西还多 你若是不跟着去 我一个人怎么拿得下 听到这话 九月内心一喜 娘还是很疼她的 没过多久 他们便交了六枚大钱进了城 掌柜的 前头来了个夫人买灵芝 小的愚端 只觉得那灵芝年分不浅 但是也做不了主 还请您走一趟 严分不浅的灵芝 你没看错 小的肯定没看错 那么大哥的灵芝 小的这杯子还没见过呢 走 咱们瞧瞧去 老嫂子 我也就直说了 你这个灵芝大约在三百年以上 根据现如今的行情 我能给你开的最高价是三十两 您看要不要卖 刘翠花知道这东西之前 可是也没想到 居然能卖三十两 卖 卖 只是要麻烦您 将这银子给换点碎银子 好 老嫂子您稍等 九样 之前娘先帮你收着 回去就给你 路上不安全 娘 我不要 您收着就行 刘翠花一听这话就知道 苏九月是把她当成自己人了 心中顿时更加妥贴了 还是老三家的媳妇儿好 若是老二家的 只怕连看都不会让自己看一眼 可真没白疼这孩子 九样 对了吗 娘带你吃好吃的去 苏九月从前在家里穷怕了 哪舍得在外头吃饭 刚说了一句 不饿 肚子就咕咕叫了起来 傻孩子 这还不饿 明以食为天 先吃饭 吃饱饭 咱娘俩再去把这些鸡蛋卖了 吃完饭 卖了鸡蛋 买了些调味品 正巧走到一家米铺外边 娘 怎的了 娘 咱们买点米吧 刘翠花想到家中的孩子们 咬了咬牙 还是点头答应了下来 苏九月见刘翠花 准备买新米 便说道 娘 不买这个 咱们买这个 嗯 九样 这米都生虫了 娘 生虫了也吃不死人 这米便宜 咱们多买一些 就怕冬日里情形更不好 到时候肯定要饿肚子 刘翠花盘算了一下 觉得苏九月说的对 便摸了二辆银子出来 对着店里的伙计说道 这种米给我来两单 小二帮他们雇了辆赶车 就在刘翠花 准备把米送回家的时候 苏九月又说道 娘 咱们还是得一晚上进村子 老人们常常讲才不露白 咱们带了这么多粮食回去 若是被人看到了不太好 嗯 九丫说的对 要是被人看到了 这个上门儿借一点 那个上门儿借一点 那还得了 都是相礼相亲的 也不能不见 苏九月却在想 昨天晚上 她做了一个梦 梦到在大雪纷飞的时候 一群人涌进了吴家 搬空了他们的地角 打伤了吴家人 甚至还烧了他们家 虽然是个梦 但她觉得 还是要小心 夜里 老吴家把粮食都搬进了地角 我滴个乖乖 这么多粮食啊 您 你买的 哪儿是我买的 这是九丫买的 别说田秀娘不信 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相信 您 您就别开玩笑了 我没开玩笑 要不是九丫 咱们哪儿来得这么多米 平日里咱家一亩地 能打多少粮 想必你们也清楚 又有一大家子吃吃喝喝 三年前才又刚修了房子 手头怎么可能有余钱 旁人不知道 吴传最清楚自家底细 听了他老婆子的话 心中也好奇了起来 孩子他娘 你也别卖关子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昨儿老三不是带着九丫 去摘一菜去了吗 两个孩子运气好 挖了个灵芝回来 我带着九丫去把那灵芝卖了 卖了十两银子呢 苏九丫听到十两银子 抬头看了他一眼 却也没吱声 九丫 你来咱们家也是第三天了 今儿本来是你回门的日子 西元这个样子 可能得你自己回去了 娘给你准备了些东西 你回去给亲家带上 苏九丫没想到 这么快就能让他回去 他以为自己被卖了 跟正常嫁人是不一样的 我自己回去就好 你要去哪儿 不行 你是我媳妇 哪儿也不能去 你媳妇儿要回烫娘家 下午就回来了 你别闹她 那我也要一起去 刘翠花一时间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她看向了苏九丫 吴西元也看向了九丫 呃 娘 我和西元一起回去吧 我会照顾好她的 我也会照顾好你的 刘翠花乐的呵呵直笑 她儿子虽然有些傻 可基本的道理还是懂的 九丫也是个懂事的 跟着一起去 她很放心 九丫 这是些米 你给家里带上 另外 这是五两银子 你给你娘家带上 让他们也准备点米 好过冬 苏九丫 看着多出来的钱袋子 整个人都愣住了 怎么 好端端一漂亮姑娘也傻了 哈哈哈哈 我是傻子 我媳妇也是傻子 昨儿咱们卖了三十两的事情 跟谁都不要说 听到了吗 你那两个嫂子虽然也是一家人 可是他们不比你 总惦记着自己的小家 什么好东西都要捞到自己屋子里头去 咱们就告诉他们只有十两银子 剩下的娘给你们存着 以后西元喝药 或者等她好了读书用 记住了 我记下了 娘 说着九月从钱袋子拿出来一款 将剩下的还给了刘翠花 娘 这一点就够了 我娘家人丁少 弟弟妹妹吃的也少 多代谢 开春还指不定什么光景呢 这回苏九月再没有拒绝 她虽然生气 她爹娘将她卖了 可现如今看来 也不算什么坏事 到底也不是卖去入了奴己 反倒多了几人对她好 她也就看看了 好了 你和西元快回去吧 还是得路吗 苏九月点了点头 带着吴西元踏上了回家 不什么哭 老子还活着呢 一天到晚哭个不停 谁在哭今天一天都不许吃饭 苏九月刚走到门前 就听到屋子里传来一声 不许吃饭 她吓了一跳 她身旁的吴西元也被吓到了 媳妇儿 你爹爹好凶哦 她平时是不是不给你吃饭 没有的事 走 咱们进去吧 九月 你怎么回来了 张氏一边说着 视线就又落在了吴西元身上 这位是 姑爷妈 九月 真是九月 九月 你咋回来了 爹 娘 这是我婆婆让带回来的 这些实在让苏大牛两口子扫得不行 女儿被他们换了口粮 谁知人家吴家确士 将他们当正经亲家走动 甚至就连回门都礼数周全 爹 娘 他叫吴西元 就是 我 呃 九月 他是你男人 对 我是他男人 他这一开口 苏家两口子看着吴西元 就更加觉得不对劲 九月 你跟我来礼物一趟 西元 你在这里跟我爹说说话 吴西元有些不情愿 一旁的毛毛 却凑到他身边 姐夫 你怎么这么高呀 毛毛也想长高高 毛毛是苏九月弟弟 今年四岁 排行老三 在他上头 还有一个九岁的姐姐 叫六月 一个两岁的妹妹 叫吴月 你也太小了 我娘说了 多吃饭就能长高高 那毛毛也要多吃饭 也要长高高 我这女婿的脑子 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那头苏九月 跟着他娘 坐在礼物的炕上 他娘看着九月身上的衣服 已经不是去的时候穿的那身 就问道 衣服是你婆婆给的 嗯 婆婆用大嫂的衣服 给我改的 还给了快步 让我自己做衣服 我还没来得及做 你婆婆倒是挺好的 苏九月对这话十分赞同 她将自己藏着的 揣了一路的钱袋 拿了出来 递给她娘 这是我婆婆让给你的 这是银子 吴家当初买女儿的时候 才给了一千大钱儿 怎的现在这么大方 怎么给这么多银子 苏九月等了片刻 也没见她娘说 要把钱还回去的话 在心中默默叹了她 她还要抱有什么幻想呢 在她娘眼里 她这个女儿 是可以被省弃的 我婆婆说今年不好过 让你们拿这些银子 买些沉迷 留着好过冬 张氏叹了口气 到底没将钱还给她 而是说道 你婆婆可真是个厚道的 这个冬天八成是个冷冬 当真不好过 你也别怨娘 爹娘可以饿着 你的弟弟妹妹们不行 你现在已经是无家的人了 就好好侍奉婆母吧 道理都懂 可苏九月心里 还是有些不舒坦 她只是问了一声 小声应道 我省的 你那男人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瞧着她脑子不太好使 她摔到了头 才成了现在这样子 以前她是个读书人 读书人 那她还能好吗 我也不知道 好端端的 怎么就摔成了个傻子呢 这不就是成个废人了 我家九月的命怎么这么苦 那个陈婆子也是 给人说没怎么也不说清楚 哼 连对方家里什么情况都不问个清楚 就将我打包送了过去 现在怎的又来怪媒婆 九月打心底里 不太喜欢 有人说吴夕元是个傻子 这个世界上 吴夕元大概是对她最好的人了 她生平头一次打断了她娘的话 明 你别这么说她 夕元是个很好的人 张氏早习惯了她的逆来顺手 被她反驳也十分诧异 行吧 反正日子都是你自己过 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别被人家一点小恩小惠的就蒙蔽了眼 苏九月实在有些搞不懂 她娘是怎么想的 当娘的 不劝着女儿在夫家好好过日子 反而从中挑拨 明 我出去看看 西元身边不能离人 张氏看着女儿走出去 心中有一种怪异的感觉 总觉得九月这次回来 似乎跟之前不太一样 一个傻子而已 做神这样上心 媳妇 你看这是毛毛送我的羊骨 大姐 我手太小了 这个我抓不起来 但是姐夫玩得可好了 所以我就给她了 西元 你以前会吗 毛毛刚刚教我的 西元这么聪明的人 当初读书的时候 学位应当也是极好的 真是脏话弄人 吃过饭 九月和西元便向父母告别 踏上回家的路 一份 走 我们去找吃的 这也不是回家的路啊 别瞎跑了 小心待会儿迷路 不会的 那边有吃的 苏九月看见一个即将干涸的水潭旁边 两头羚羊正在打架 其中一头的头部的鸡脚已经断掉 前腿跪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 刚刚跑了有五六里地了吧 西元是怎么知道这边有羚羊在打斗的呢 又或者 西元说的吃的不是这个 你说的吃的是什么 他挂了 就是食物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 那头断脚的羚羊已经倒地不起 另一头也颤颤巍巍的跑开了 你怎么知道这里有两头羚羊在打架 吴西元指向了不远处之头的一只灰色的小鸟 他说的 嗯 你能听懂他讲话 吴西元点了点头 正好那只小鸟又叽叽喳喳叫了几声 他这次说了什么 他说天快黑了 他要回家了 嗯 西元 我们也挨回家了 山里头的夜路不好走 何况还要带着这一头羚羊 媳妇 我来背羚羊 好的 你们两个怎的才回来 天黑了 歪头可是有狼的 刘翠花说完才发现 他儿子吴西元的背上背着个东西 这是甚 我们两个回来的时候 看到有两头羚羊在打架 这头羊被打死了 我和西元就背回来了 刘翠花现在是真的相信自己儿媳妇 九月就是个福星 这才来他们老吴家几天 就吃喝都不愁了 第二天煮了羊肉 刘翠花让九月给村子里邻居们一人端了一碗过去 回来的时候 正好看到一个年轻小妇人站在家门口张望 请问你找谁 女人神色复杂地盯着九月看了好一会儿 也没说话 见到田秀娘从院子里走出来 才别过脸快速离开了 你知道她是谁吗 是谁 田秀娘凑到九月耳边 小声说了一句 苏九月的脸色变了 哼 居然是之前跟西元定亲的女人 田秀娘看她脸色变了 就又接着说道 她叫杨柳 三年前婆婆给定下的亲事 可谁知道西元刚刚撞破了头 她老杨家就退了亲 婆婆气到不行 把信物还给她们 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说 以后跟她们老杨家老死不相往来 所以你看今儿 娘几乎挨家挨户都送了一两块肉 也就老杨家没有 田秀娘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几眉弄眼的又说了一句 当初西元可受小姑娘喜欢了 只要西元一回来 那杨柳见天的往咱家跑 苏九月抿着下唇 沉默了片刻 忽然打断了她 二嫂 我先进屋了 哼 婆婆不让我痛快 我就让她的宝贝疙瘩不痛快 讨好的肉留给自家吃不香吗 给全村送了个遍 这得送出去多少啊 怎得了 谁欺负九丫了 苏九月摇了摇头 准备洗碗 用热水洗 如今天也冷了 女娃娃要注意这些 娘 媳妇 看我捉的蚂蚱 媳妇 我烤了给你吃 苏九月还生得气 不想搭理她 就侧过身子去 走吗 走吗 可好吃了 刘翠花还以为苏九月是害羞了 就笑着打去而道 瞧瞧我们家西元 有了媳妇而忘了娘 这有点好吃的只顾惦记着媳妇 哎呀 这回苏九月是真的不好意思了 娘 好了 你们出去玩吧 顺便把你二嫂叫过来 二嫂 娘叫你离 天秀娘不情不愿地站了起来 再看到苏九月和吴西元 两人手牵着的手势 眉毛一条 给了九月一个你懂得的眼神 然后转身去了厨房 哼 二嫂这明显就是想让我和西元起嫌隙 我才刚来到吴家 能依靠的只有西元和婆婆 如果再跟他们闹得不愉快 接下来在吴家就任二嫂揉捏了 吴西元说了半天话 都不见苏九月回应她 媳妇 你怎么不搭理我 你是不喜欢西元了吗 苏九月回过神来 就看到眼前一只放大的骂 她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退后了一步 你果然不喜欢西元了 哼 不跟你玩了 说着 吴西元转身跑去了自己屋子 自己刚刚好像是冷淡了一些 让她 一直绝望 我和外社 几岁 吴西元转身跑去 colleg闹 卡 我们 敬礼 脖 Continue 敬礼 这一步 我们 空 摆 这一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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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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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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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咱家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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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既然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黄老爷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咱家粮食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儿我就把话放这儿了 就算是只有一丝可能 这辈子我也定然要医好西元 就这样黄护生留了下来 在炕上窝了三天之后 他可算是好些了 黄老爷 您看镇子上也确实有够乱的 不如您先在家里住下 等过镇子我再让我儿去镇子上探探风头 会不会不方便 现在这年纪 谁家还有余粮再多养个闲人 其实我也是有私心的 若是您能留下来 给西元看病也方便些 也罢 那这些日子就叨扰你们了 第二天清晨 黄护生搬着个小凳子 在院子里看书 正是先前苏九月 卖给他的那个孤本 黄老爷 这书上讲的是什么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一本游记 讲了九州大陆各到处的见闻 黄老爷 您能给说说吗 我长这么大 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牛头镇了 黄护生看着苏九月 便为他讲起游记 苏九月坐在小凳子上 专心地听他讲外边的事件 媳妇 你们在干什么 黄老爷在讲故事 你要不要来一起听 好呀 刘翠花正在厨房里忙活着 看着外头老少其乐融融的样子 忽然脑中灵光一现 想了个法子 吃过中午饭之后 刘翠花将苏九月叫去屋里 娘 您有何吩咐 这几日黄老爷可是教你们诗字了 没的 娘 黄老爷只是在跟我们讲那本游记 说到游记 苏九月显然十分兴奋 娘 黄老爷说在陆地的边缘都是水 一望无际的水 比咱们明城湖还大 他们把那里叫海 生活在那里的老百姓就划着小船去海里打鱼 刘翠花也没打断她 叙叙叨叨的听她说了许久 才说到 今儿娘叫你来也没别的意思 这有些话娘不好直接跟黄老爷说 那三个一个比一个傻 娘琢磨了半天 这事还是得你去说 明 您直说就是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想着人多学点东西总是没错的 如今正好黄老爷在 她又是个有学问的 你看能不能 刘翠花暗示了一下 苏九月就懂了 她抬起了头 两眼一一生辉 明 您是说让我们去跟黄老爷学点医术 刘翠花一愣 她还真没这么想 我原本只是想着让他们跟着黄老爷学几个字 以后大了也好说清 没想到九丫这儿媳妇还是个有野心的 居然想跟人家学本事 刘翠花也只是犹豫了一瞬间 就立刻答应了下来 女娃娃识字可能没什么用 可若是懂点医术 那今后可有的是用处 咱们也不是非学不可 你是叹的问一生就是 别让人觉得咱们想偷师 我晓得 明 爹 丫头 有话你就直说 我老头子还能有什么受不住的 黄老爷 您别多想 只是 只是我想着能不能跟您学点医术 我是想着您迟早要回去的 跟您学点 回头西元头疼 我就能自己给他瞧了 你这丫头 还是个有主意的 教你倒也不是不行 只是跟我学医 必须得识字 你识的字吗 咱的学医还得识字 写方子看医书 不都得识字 不识字怎么行 苏九月打定主意 要跟黄护生学医 便干脆厚着脸皮说道 我是不识字 可我很聪明 你要是教我的话 我一定学得会 黄护生听苏九月说自己聪明 心中一乐 就笑着调坦他 可是想要学我的本事 都是要教书修的 书修是什么呀 就是学东西教的学费 我明白了 说着 吴夕元伸出手 将自己钻了好半天的鸡蛋露了出来 这个给你当树修 可以吗 苏九月见状 刚想阻拦 就见黄护生 忽然大笑起来 伸出手 拿起吴夕元手上的鸡蛋 好 那我就收下了 苏九月眼睛一亮 连忙跪下给黄护生磕了三个头 脆声声地叫道 师父 吴夕元看见苏九月跪在地上 急了 连忙上前 想要将他拉起来 媳妇 你这是作甚 快起来 快起来 这小两口倒是有意思 一个傻 一个不嫌弃 那个傻的 若要说他傻吧 他还知道 护着自己媳妇 比很多不傻的杜强 行了 起来吧 不然你家西元还以为我欺负你呢 丫头 你十多十多东西 随我上山吧 师父 怎变了 嗯 也没什么 就是 这山上离得近的早被他们挖秃了 怕是咱们找不到什么的 莫慌 他们找不到 这可说不得 咱们就找不到 黄护生带着苏九月越走越远 就在苏九月想要劝他放弃的时候 黄护生突然在一片土傲处停了下来 哇 这个 师父 这东西能吃吗 这东西未免有些太丑了吧 可别辛辛苦苦挖了些毒药回去 浪费时间姑且不说 吃坏了人可就坏事了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这草名叫雪剑草 每年冬日的时候 最为肥美 它能清除热气 还可以沥尿 凉雪 止蟹 可以做菜吃 又可以晒干后泡水喝 说着 黄护生又从地上捡起一个树枝 在地上滑拉了两下 这是什么 这两个字就念雪剑 大雪的雪 剑面的剑 苏九月仔细看了看地上的两个字 也捡起一个树枝 在地上滑了起来 黄护生帮他纠正了两次 才问道 记住了吗 记下了 好 你不仅要记下这两个字怎么写 还要记住雪剑草的功效 过两天 我还要考你的 两人中午十分 又运气好 寻到一些野山军 在天霉黑之前准备下山 可天有不测风云 他们才走在半途 天色就忽然暗了下来 师父 怕是要下雪了 黄护生倒是还兴致勃勃 念了巨师 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舞 师父 您是想喝酒了吗 就是巨师而已 快走吧 待会儿天黑不好走路 两人加紧的步伐 才刚刚走了一段路 天上就开始飘起了雪花 师父 您小心这些 天黑路滑 眼看着山上的路 就彻底看不见了 若是看不见路 他们两人留在大山里 可就危险了 九亚 你下山 我自己 在后头慢慢走 您这是瞎说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丢下您一个人 再说了 这山上路我数 即使摸黑也能找到路 若是留下您一个人 肯定就要迷在山里了 如今这么冷的天 还下着大雪 在山里会冻死人的 忽然间 一声狼嚎 打破了丛林的记者 两人的脸色都变了 他们在悲暗中小跑 迅速赶路 黄步声声声 还摔了一跤 摔伤了腿 又是一声狼嚎 顺着风声 萦绕在他们的耳边 就在两人要绝望时 忽然一道呼叫声传了过来 九亚 九亚 媳妇 你在哪儿 师父 我娘他们来找我们了 我们有救了 到家里 苏九月将他们 从山上采回来的东西 拿出来给大家看 这碗一耳 能吃 苏九月 今儿才心学到点东西 见她二嫂问起 立刻给她解释了一遍 九亚 要我说 你们今后还是别上山了 这点东西也不够吃的 咱们回头 还得兴师动众地找你们去 怪费劲的 今儿要不是老三妃说 要去那条路上找你们 咱们可不就错过了 就你话多 去厨房帮你大嫂去 一家人可都等着吃饭呢 说完 刘翠花给皇护生赔了的不是 而媳妇不懂事 宁末要见怪 冬日里食物难寻 家里虽说吃的东西尚足 可也许久没有青菜吃了 待会儿我就亲自去把这菜给办了 明 能否再给师傅打壶酒 嗯 酒鸭一向乖巧 无欲无求的 又怎会突然提这种无礼的要求呢 定然是这位皇老爷先前提起过 他可是位贵客 若是能攀上些许交情 以后定然是有好处的 酒鸭 你来跟娘拿两个大钱 去打壶酒回来 嗯 苏九月应了一声 跟在他娘身后去了内室 老哥哥 劲儿多亏你们出来寻我 不然我这条老命 交代在山里头不足惜 就是可怜的酒鸭 吴传刚想安慰黄护生两句 却没想到站在他身边的吴希元 开口更快 我媳妇才不可怜 我会保护她的 这狗粮洒的 我只是想表示一下自己的谢意 可没想听你们夫妻情深 我一个人千里迢迢来到这里 没有妻儿在身边也就罢了 为什么还要遭受这种痛苦 吴传有些想笑 又硬生生地忍了下去 将话题插了开来 黄老爷莫要放在心上 山里头的天就是这样 说黑就黑了 今儿也是个例外 平时倒不会这样 过几日您再想去山上转悠 我让我儿子陪着你们去 吴希元在一旁又悠悠地探出头来 插了一句 爹 我是您儿子吧 这回轮到吴传沉默了 让老三带着黄老爷去山里头 那还指不定谁是脱油瓶吗 你们笑什么 这些人真的太坏了 只会敷衍我 还是我媳妇好 我媳妇天下第一好 苏九月要去打酒 吴希元也要跟着去 旁人怎么劝都不听 最后还是刘翠花发了话 让她去吧 这会儿天也黑了 酒鸭一个人我也不放心 是的 希元会保护媳妇的 这大晚上的 你们俩咋来了 我娘让我们出来打胡酒 怪不得人人都说吴家家里厚 现在看来可不就是这样 在人人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时候 吴家居然还有闲钱出来打酒 现在这酒压根就没人买 也就只有你们家来了 往年冬日里还有人来打酒回去暖暖身子 今年我家的酒还没一坛开封的呢 冯春叔 酒喝了会暖和吗 喝酒确实会让人暖和许多 只是小孩子不能喝 我又不是小孩子 娘说过的 有了媳妇就不是小孩子了 今年日子确实不好过 我们其实也是替家里的客人来打酒的 你也别担心 今年冬下了好几场大雪了 明年肯定收成好 到时候大家就又有钱买酒了 话虽如此 可不知道有多少人扛不过这个冬天了 苏九月沉默了 如果不是因为被卖给了吴家 他家里恐怕也扛不过来这个冬天 回去的路上 吴锡元好奇地问苏九月 媳妇 下雪不好吗 明明打雪仗 堆雪人 都很好玩的 唉 下大雪很多人没有柴烧 也没有东西吃 是会冻死的 吴锡元是一个很善良的孩子 可是这一次 他却跟以往的表现有些不一样 只听他说道 媳妇 我给你讲个故事 苏九月不以为然 点了点头 你说 从前有一只鸟 它在天暖和的时候 四处玩耍 后来冬天到了 它就冻死了 你在哪儿听来的故事 不记得了 但我就是记得这个故事 怎的用了这么久 我还以为 你们路上被熊瞎子背跑了 明 这时候哪儿有熊瞎子啊 他们正睡大觉里 好了 赶紧进屋吃饭吧 那屋子 苏九月看到桌子上 居然还有一碗蔬菜汤 仔细一看 倒也不是她和师傅 采回来的雪剑草 你之前不是说屋子里种了青菜长出来了吗 方才我就去耗了几片叶子 给大家伙儿打个牙记 嗯 我也正说这几日把这些菜拿出来给大家伙儿吃了呢 老嫂子 你说这青菜是九丫自己种的 是的 这不刚长出来 如今各处下雪 想吃口青菜 无疑是难上加难 若是这些菜拿出去卖的话 许是能赚不少钱 您到底是见多识广 只是现在浓头阵局势不明 现如今也不知道那边到底是什么样 那儿还敢去 别没得为了置点钱伤了自家人 是是是 娘说的是 咱家里头日子过得稳妥 也别贪图那点子钱 您知道那边是龙潭虎穴 老夫又怎么能怂恿你等过去 那您是何意 不去牛头阵 去雍州 雍州城跟牛头阵不同 那边乃是要塞 有重兵把守 很多富商应当都去了那里 那些有钱人才更讲究 这些菜也卖给他们 便是卖一斤一两银子都有可能 一两银子 好多 平时卖的这些菜 一斤恐怕都卖不到三个大钱呢 平速去牛头阵赶集的 都是些附近的农户 大家吃的都是自家地里种的菜 哪有专门去买菜的 卖不上价也正常 更何况平速里东日本来 就没什么菜 这叫物以稀为贵 可是我只种了一点 估摸着加起来都没二斤的 这时坐在一旁沉默不吭声的吴船 却突然开口了 那咱们再多种一些 爹 要种菜 恐怕要效仿滴妹在屋子里头种 可咱们起屋子还要花费不少银子 再加上柴火的 万一这菜要是卖不出去呢 或许儿子年纪轻 没见过什么世面 可我就问您 您这辈子有见过 能卖一两银子一斤的青菜吗 无传也沉默了 行了 凡事儿不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总要先看看再说 大成 二成 你俩明天带着酒鸭那几盆菜去堂庸中 若是能卖出去 那咱们就种 若是不成 那就以后再说 九样 你把屋里种的那几盆菜搬出来 让你大哥二哥带着去趟庸州 若是真能卖得上架 咱们家给你寄头工 什么头工不头工的 都是一家人了 您说的这是啥字话 我这就去屋子里把那几盆菜端出来 不若就连盆子一起带过去的好 这样看起来更新鲜 那些大户人家更愿意买 黄老爷说的对 这菜还是长得土里更为新鲜一些 你们两个推着咱家版车过去 到了之后先看看那边情形怎样 若是不太平 也别管这些菜了 你们全虚全伪地回来就好 明我昨晚又做梦了 刘翠花一听 着急了 她现在已经默认苏九月是他们老吴家的福星 前几次苏九月做的梦都已经应验了 那么这一次她做的梦也极有可能是真的 你做啥梦了 明是一个挺不好的梦 我梦到雍州征兵 大哥二哥全都被抓了撞钉 早些年和鲜卑族人打仗的时候 他们村子里也有不少人去参聚 可到头来能活着回来的根本没有几人 九样 你说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刘翠花一贯是个有主意的 可在涉及到自家儿子的事情上 她当即就慌了神 明 明别慌 既然老天给了咱们这个警示 那自然就是有解决的办法的 不若咱们现在立刻出发 去雍州找到大哥二哥 到时候咱们赶紧回来 想必还能躲过一劫 你说得对 走咱们出发 咱们现在就出发 把大城和二城都找回来 二位住宿嘛 价格便宜 到准十里八寸都没这家 住宿 你们家在这附近 村子还怨这里 那们在附近打了个帐篷 没人自首误个搭钱 你要去注意秀吗 刘翠花有些犹豫 男人却又接着说道 那边还省了又够货 您跟着去瞧瞧吧 瞧瞧也不要钱 您舍私不 您也不用担心 我们撕骗子 您瞧遮成门司馆了 客车附近 却还住咋着僵丝里 谁敢乱来 不然这些没齿实的 那儿还干出来 那就去瞧瞧 您瞧 就是这里 这边都住这些女科 二位不用绝地举进 苏九月看到帐篷 顿时了然 怪不得一人才收五个大钱 这帐篷里 怕是都能挤三四十号人 看着人挺多 刘翠花反倒是放心了 他们婆媳两个在外头 当然要更加小心才是 明儿咱们可一定得找到 你大哥二哥才是 咱们的钱不够用了 苏九月知道 刘翠花身上还藏了钱 她现在这样做 不过就是为了打消面前 这人不该有的念头 告诉他们 自己也没多钱了 明儿 要不咱不住了吧 不然明儿找不到大哥二哥 咱们可咋整了 大嫂子 您要照人 要照谁 我帮您大厅大厅 咱们最近都在这附近 我帮您照 可必您自己个儿 下大厅房便多了 我们是来找我两个儿子的 前些日子家里偷种了点菜 最近家里接不开锅了 就让他们来换点钱 可他们都走了几天了 也没个阴心 我老婆子不放心 就想着过来看看 卖菜 还真叫那烹刀锅 两个卖菜的 主要这季节 也就他们两个卖菜的 还是用盆子撞的菜 不然饿也不能记得这么轻 听他说见过 刘翠花的眼睛一亮 大兄弟 您真的见过 饿还能偏你咋的 真得见过 就钱过来的 当时他们还没经常 就很多人温菜家 那哥儿俩舍卖五百个搭钱一盆 克思你儿子 应该就是你 他们哪儿去了 我们一家老小 可就等着他们带粮食回去吃饭呢 他们昨儿就京城了 不过现在历头 可能还不如歪饼 历头的东西 都是天价 您儿子那几盆菜 短进去可能还真能 卖得上五百个搭钱的价 那就见您急言了 我们娘俩就住一宿 第二天一大早 刘翠花带着苏九月 便进了城 明 咱们还是先去菜市场看看吧 大哥二哥想要卖菜 必定是要去菜市场的 说得对 咱们先找菜市场 快走快走 那杀千刀的金儿就要处决了 咱们先去占个地儿 处决该不会就是戏文里说的那样吧 苏九月从来没见过人行刑 可戏文里说的 行刑都是在菜市场的 她一边有些好奇 一边又有些害怕 九呀 咱们也去瞧瞧 那边人多 兴许你大哥二哥也在呢 大妹子 这人是犯了啥事啊 怎能年纪轻轻的就要被处决了 还不是通敌卖国 你瞅咱雍州城是不是戒备都森言了许多 据说啊 前些日子偷偷摸摸进来几个戏作 就是这人给放进来的 他就是袁雍州守备统领 叫什么来着 好像叫 对 苏县武 居然通敌卖国 该上 可不是嘛 不让咱老百姓过消停日子 就是该杀 很快 那人已被醒醒 苏九月不敢看 闭上了眼睛 她拉了拉刘翠花的袖子 明 没看到大哥二哥 咱们不然还是走吧 刘翠花显然也被刺激到了 被他这么一扯 整个人才回过神来 我低个乖乖 砍头原来是这样的 那个血冒得那么高 明 快走吧 刘翠花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她的儿媳妇年纪还小 看到这些可能被吓到了 就在没说话 拉着她又从人群里挤了出去 吓到了吗 我没敢看 还真是个胆子小的 也无妨 女孩子家家的胆子小也是常识 也怪我 我就不应该带你去看的 明 这哪儿能怨你呢 是我自己胆子小 不敢看 明 时候也不早了 咱们先去找大哥二哥吧 指不定他们俩也来凑热闹了 咱们四处看看 两人纷纷四下张望了起来 说来也巧 吴大成兄弟两个卖完了菜 也在这边凑热闹 刘翠花远远的就看到了自家的推车 那边 走 咱们过去瞧瞧去 忽然苏九月感觉自己垂着的手 被拉住了 她吓了一跳 侧过头一看 竟然是个孩子 你是谁 拉着我作肾 姐姐 你带我走吧 我很听话的 你家里人呢 你是不是走散了 还记得怎么回家吗 我没有家里人 都不在了 苏九月自己都是寄人篱下的 哪能随便答应她 她转过头 看向了刘翠花 低声叫了她一声 娘 您拿个主意吧 家里已经多了个吃白饭的了 这再带回去一个 可是 若不带她回去 这么小的孩子迟早都得死在外头 这可怎么办呢 似乎是看出了刘翠花的犹豫 男孩走到她的身边 从袖子里摸出一个东西 塞进她的手里 大娘 我的口粮我自己出 您就带我回去吧 刘翠花感觉 手心里多出一个硬硬的金属物件 她打开手掌一看 金的张大了嘴巴 又连忙将手攥紧 这是金子 这孩子一定不是寻常人家的孩子 这样带她回去 万一给自家惹上什么麻烦可怎么办 刘翠花犹豫着 还没下定决心 身后就传来一声熟悉的声音 那 你们咋的来了 还不是不放心你们 你大哥呢 大哥在那边 菜还没卖完 他在那边看着车 走 过去瞧瞧 你叫什么名字啊 总员 可真巧了 我相公叫西元 也有个元字 沐宗媛诧异的看了苏九月一眼 像是没想到她居然这么早就嫁人了 但也没多问 你们怎么还带个孩子 是谁家孩子 路上捡到的 她说她家里没人了 那咋办 还能咋办 先带回去吧 她这话一说 就算适应下来了 苏九月也松了口气 孩子 我可以带你回家 但是我家里穷 以后可能过不了你之前的日子了 你明白吗 我知道的 碎花一行 刚出城门不久 城门就关上了 苏九月 他们庆幸早走了一步 只有沐宗媛 眼睛里闪过一丝旁人看不懂的光泽 回到家 大家看到多出来的一个孩子 不明所以 她叫宗媛 从今天起就叫吴宗媛了 跟我们是一家人 咱们的两脑还够再养个孩子 这一定精子她自己出的口粮 不用从你们那一份上投扣 但是你们出去都给我把嘴壁掩饰了 谁敢把这事说出去 给家里招了贼 那我就把她赶出去 这辈子都不得入我吴家的门 刘翠花的视线挨个从屋子里的人身上扫过 着重在田秀娘身上停留了片刻 才将视线转到了沐宗媛的身上 你且记住 不管你以前叫什么名 今后你就叫吴宗媛 是我家远房亲戚的孩子 家乡遭了难财逃过来的 你可记住 记下了 黄老爷就让宗媛暂时跟您住一个屋吧 屋里也没其他地儿了 我那屋炕比较大 让他跟我住吧 这个孩子怎么瞧起来有些眼熟 你是京城里来的 吴宗媛听到香音也很诧异 他知道自己的口音可能会暴露自己的来历 可是他也不会别的语言 你也是从京城里来的吗 是啊 本来是回乡探亲的 没想到居然困到这里了 也幸好这户人家心肠好 不然我怕是再也回不去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黄鸣护生 你是太医 黄护生则更是惊讶 再仔细看看吴宗媛的长相 则盈盈有些像那位 他诚惶诚恐 却又不敢说破 是的 是在太医署供职 吴宗媛看黄护生的样子 晓得他大约也猜出了自己的身份 黄太医 你不在太医署 怎么会在这里 唉 说起来也是我倒霉 此前皇上安准我回乡探亲 我回来正好赶上闹饥荒 就这样 黄护生将他的遭遇告诉了吴宗媛 姐 也罢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等过些十日 我再回去瞧瞧 媳妇 你太好了 谢谢你给我买的书 西元喜欢就好 可是我不认识上边写了什么 媳妇 我是不是很没用 我也不认识上边的字 那我是不是也很没用 才不是 那西元也不是 我们不认识 可是师父肯定认识 明天我们一起去找他学好不好 人呢 回王爷的话 已经封城寻找了半日 还是没有任何踪迹 蠢货 要你们有何用 王爷息怒 我们这就开城门 出去再找 三藤 三天后再找不到人 你就自枪吧 本忙不养没用的废物 娘 我昨晚又做梦了 梦到一群人带着刀穿着官靴 杀了全村人 带走了吴宗元 什么 刘翠花没想到她的一时心愿 居然给家里惹了这么大的麻烦 娘 可怎么办 都怪我不好 当初我就不应该捡她的 这不愿你 要不是娘点了铜 也带不回来 幸好昨天夜里回来也没人瞧见 咱们得先想办法将宗元藏起来 我去跟你爹商量一下 你别慌 先做饭 待会儿再说 孩子他爹 孩子他爹 咋地了 一生生的 跟叫混似的 老头子 你快想想办法 咱们得把那孩子藏起来 藏起来 怎定 昨才把人带回来 今儿就要藏起来了 刘翠花从来没跟她说过 自家而媳妇 异于常人之处 可是现在却不得不说 不然 她也实在想不出其他借口 来说服自家老头子 酒鸭做了个梦 梦到这孩子来历不凡 咱们整个村的人都被牵连了 哼 我当是什么呢 一个梦而已 小孩子整天就喜欢瞎想 怎么是瞎想呢 先前而酒鸭做的梦 可不是渐渐都应验了 反正你听我的 这事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你不把咱们一家的性命放在眼里 也不能不管整个村子的安危吧 行吧 那就藏在之前后山烧木炭的那个窑里 宗元 你过来 我有话跟你说 沈子 孩子 我刚出去了一趟 据说有人到处在打听 有没有人家捡到孩子 此话一出 吴宗元一张小脸也皱成了一团 他当然知道是谁在找他 他的好哥哥 怎么会这么轻易地放过他 我觉得这可能会对你不利 不若你跟我走 先将你藏起来 等风声过了再接你回家 可好 全凭审自做主 真管 趁着现在外头人还不多 咱们现在就走 老嫂子 不如让我陪着他去吧 你们是本地人 如果忽然少了人 他们肯定会追根究底的 但是我不一样 若是有人问起 你就说我养好伤回家了 那就麻烦您了 黄沪生本不愿躺这趟浑水 可是从他们两人在无家相遇 并且点破身份那时期 他们两人就站在同一条船上 这有甚麻烦的 不过是带个孩子 倒是我这些日子麻烦你们了 原位 这是无家吗 对 您找谁 我是隔壁刘家村的 正好从你们村子路过就帮着得传个话 刘大林他老娘病倒了 你们赶紧过去瞧瞧 呀 娘 娘 您快出来 刘家村来人了 大壮 你怎的来了 可是我娘家出事了 何止是出事了 简直是出大事了 什么 大事 今儿有人从雍州城回来 说你大侄儿被抓了壮丁 你娘当场就晕了过去 我走的时候还没醒呢 刘翠花顿时眼泪就涌了出来 此时也在家里待不住了 连忙就要出门 走走走 我得回趟娘家 我娘年纪大了 受了这么大打击 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形 我心里担心的不行 必须得回去看看 娘 我也跟你一起去 我也去 我也去 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娘 你怎样了 大尼儿 常规她 被抓走了 娘 常规会回来的 一定会回来的 说着 老太太忽然就哭出了声 怎么劝都不行 过了些许 许是哭得累了 也或许是身子骨太弱 她再次昏睡了过去 娘 只是瞧着外婆 向世欲劫于心 师父之前说过 娶二钱福灵 加一钱甘草剑斧 便可缓解 刘翠花愣了一瞬 苏九月跟着黄老爷 学习才没几天 竟然都能派上用场了 对于自家儿媳妇 她当然是信任的 如果九丫没有什么把握 肯定不会在这时候说出来 那你们两个在院子里玩 我去跟舅舅说话话 媳妇 外头有马 妈 这里好端端的 怎么会有马 莫不是找人的来了 西元 待会儿若是有人来了 你记得跟在我身边 什么话都不要说 怎么会有人 没人啊 花花只告诉我 外边有马 嗯 花花是谁 花花就是院子里的 那一只的猫呀 方才我跟她一直在玩耍呢 走吧 媳妇 咱们去看看去 说着 无锡元拉着苏九月的手 朝着院子外边跑去 媳妇 快看 大马 大马 驾驾驾 与无锡元的兴奋不同 苏九月却有些害怕 这马实在是有些高大 媳妇 咱们过去瞧瞧吧 她 会怕我们吗 不然我问问她 你会怕我们吗 一声长嘶 苏九月也听不懂 无锡元倒是更兴奋了 我和我媳妇 都很喜欢你呢 你饿了吗 这里没有吃的 不过我家有 你要不要跟我回家 那匹马也开心的凑过来 蹭了蹭无锡元的手 苏九月就这么看着无锡元 忽悠了一匹马 她心中很是无奈 不知道婆婆看到自家 又多了一张嘴 会是喜还是忧 妹子 你那儿媳妇才多大个 她说的能信吗 若是没用浪费钱不说 咱娘的身体也糟不住啊 刘翠花其实心里知道 她这儿媳妇有点玄乎 冥冥之中就沾着点福气 她说的话 她还是信的 可这事又没办法跟大哥说 那还是请个赤脚大夫过来瞧瞧吧 怕死不打猴 你们还是左后准备 侄子被抓走 对于刘家来说已经是件天大的事了 如今老娘又这样 这对刘翠花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娘 您先别慌 不是还有我师父吗 他老人家妙手回春 肯定能医好外婆的 对对对 还有黄老爷 黄老爷肯定可以的 只是 黄老爷现在在山里 这 还来得及吗 来得及 咱们有马 妈 咱们什么时候有马了 就在刚刚 西元捡回来的 嗯 我就说我儿媳妇是福星 自从她来到我们老吴家 非但没有因为多一张嘴 而日子过得窘迫 反而日子越来越殷实了 现如今 连马都是捡的了 马呢 大不大 可否能驼动人 就在外头 西元正在跟她玩耍 这马 未免也有些太大了吧 雍州城那些官爷骑的马 都没有这一匹看起来高大 西元 外婆生了重病 需要请师父过来看病 你能不能问问她 看她能不能帮咱们去接师父 吴西元很听话 转过身摸了摸马脸 我媳妇说的话 你听到了吗 你能不能送我们去找师父 马儿打了个响笔 吴西元回过头 看向她娘 娘 红红说 可以 但是她有些饿了 没有力气 刘翠花大喜过望 甚至都没来得及细想 她儿子为什么能听董马讲话 这简单 家里有草 带马儿吃饱喝足 可谁去接人又是个问题 苏九月和吴西元找不到地方 刘翠花又没办法和马儿沟通 最后只能吴西元带着刘翠花去了 只是刘翠花有些担心苏九月 九阳 你一个人在这儿能行吗 娘 您别担心我 我就在家里等您回来 门怎么来了 刘翠花直接扑通一声跪下 王布生和吴宗元都被她吓了一跳 娘 你怎么了 你快起来呀 无妨 就是骑马颠得有些腿软 忽然行此大礼 让老夫好生恐慌 还好是没骑惯嘛 不过 他们什么时候有了吗 贵都贵了 干脆求求他 皇老爷 我老娘病重 求求您救救他吧 老嫂子 你先起来再说 皇老爷 救人要紧啊 我娘现在可就吊着口气呢 我跟你走一趟 那您和西元骑马回去 我在这里陪着宗元 等皇老爷诊治完我老娘回来 我再回去 皇护生看向了吴宗元 征求他的意见 官大一计压死个人 对方那可是超一品的等级 对比我这八品小官 我跟婶婶在这里 不用担心 不是还有大成呢吗 大成呢 他去砍柴了 坑 你们走吧 待会儿大成回来 我就让他陪着一起 在这儿等着 欲结于心 思虑过重 再加上受了些寒气 可还有质 质倒是有质 只怕最近这情景 你们不敢去雍州城买药 爹 娘 我去 他们抓壮丁总不能抓个女人 瞎胡闹 不许去 你们可得快点了 大约还能撑几日 若是再买不来药 就是大罗神仙来也就不回来 刘大林眉头皱成了的穿字 看来无论如何都要去趟雍州城了 我去 这里离雍州城太远 我娘腿脚不好 爹他们去了万一也被抓了 那可咋办 不然 我跟姐姐一起去 也好做个伴 苏九月想着 一般跟她沾边的事 老天总会给个预警 若是那边形势不好 她跟着一起去 大约今晚就会做梦了 还是算了吧 你一个小丫头万一出点什么事 我们也没法和老吴家交代 我先前才刚刚去过一趟雍州城 有我跟姐姐一起去 也能给她带个路 呃 这好吧 那你和春梅进城小心点 我送你们过去 在城外等你们 爹 就到这里吧 您在那可阳树下等着我们 我和九丫买了东西很快就回来 里边现在什么形势还不知道 若是我们不能及时回来 舅舅也别着急 等一日之后再去报官 你们两个千万小心 看到哪里人多也别想着凑热闹 赶紧离远点才是正理 两人买了药 正朝城外走着 忽然身后一队人横冲直撞地过来了 这是怎么了 苏九月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此时此刻的场景 开始和她梦中重合了起来 她连忙拉着春梅 朝着她梦中相反的方向跑 不知道啊 反正舅舅说了 不让朝人多的地方去 两人跑了没多久 苏九月隐隐感觉 后边似乎有人跟着他们 这就是命中的劫难吗 看来是躲不掉了 就在这时 苏九月看到旁边一个门开着 就将春梅飞了进去 姐姐 你葬好 我去把人引开 你待会儿赶紧出城 咱们再城外见 苏九月一路狂奔 最后还是被人套了马歹 隐隐还能听到外头有人说话 又捉到一个 还差几个 七十三个了 头说了 最少捉三百个 最近是刀乱 没人能孤得上咱 最近城里明显女人多了许多 可真给咱们行了大方便了 哈哈哈哈 走 先把这个送回去 苏九月知道会有这么一遭 可真落到贼人手里 她还是止不住害怕 只有袖带里提前准备的匕首 才会给她一点点力量 老四点 少吃点苦 进了这里就别想着逃 说着 两人将苏九月绑了起来 走了 孩子 喝酒去 带两人走了 苏九月才松了一口气 昨日她已经梦到这一处了 只是梦中 她是和春梅姐姐一起被抓来的 梦中两人惊慌失措 大喊大叫 对方不仅绑住了他们的手脚 还封住了嘴 这次好多了 这时苏九月忽然发现屋里 竟然还有一个人 是个女孩 这位小姐 你 你也是被他们抓来的吗 得 你刚刚被抓来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人在寻我 倒是未曾见到 我也是财静城没多久就被抓来的 许是有人在找你 只是我没瞧见罢了 若是我爹爹能找到我 我定让他连你一同就出去 苏九月自己本来已经想好要怎么脱身 这会儿听了她这话 心下去觉得若是自己跑了 丢下她一个人实在有些不厚道 好的呢 那谢谢小姐了 我叫苏姨 你呢 哇 真巧 我也姓苏 九月出生的 便取名九月 你哪年生的 新锐三十六年 你呢 两人说着话 倒也不觉得怕了 还多了一丝亲切 她不见了 若是找不到她 我怎么跟你姑姑交代啊 可是你根本就进不了城 在城门口就会被人拦下来抓去当壮丁 我亲眼看到的 这可咋办呢 我就不该让你们来去 酒鸭那么俊俏的小丫头 要是落在歹人手里 简直不敢想 城外像他们一样的 可不在少数 大家纷纷互相打听 看看有没有自家女儿的下落 许是动静到得太大 也惊动了沐少林 这些人可真是太不把本盲放在眼里了 现在大量的人家堵在衙门前 非要讨个说法 票起将军苏庄的独女苏小姐 今儿也被人掳走了 王爷您快拿个章程吧 这么多少女 她想要全部运出城去 不可能一直悄无声息 你这就去传本盲命令 封锁城门 连一只蚊子都别想飞出去 外面已经三更天了 我们趁现在逃出去 我知道怎么走 你听我的 苏九月昨晚做梦 已经知道这里有地方可以逃出去 故此她被抓也没有惊慌失措 怎么走 我先帮你把绳子解开再说 等解开绳子 出了房屋 苏九月又傻眼了 我去 她是知道有个狗洞可以爬出去 可是狗洞在哪她根本不知道啊 一姐儿 这宅子有个狗洞能出去 我被抓来的时候 透过缝隙看到了 咱们找找 苏一点头 然后四处观察了一下 看这院子位置 应该在三进的院子里 这种格局的屋子都大同小异 狗洞一般都会在园子里 而这种格局的院子园子一般都会在西南角 咱们往那边找找去 好 听你的 就这样 两人趁着夜黑 逃了出来 走 咱们去找我爹爹去 这个仇不能不报 此时已经四更天了 街上却人来人往 许多点着火把的士兵 在挨家挨户的搜寻 来者何人 可是飞虎君 正是 我乃票骑将军独女 快带我去见爹爹 叔 大小姐 属下送您回府 可他们见到的第一个人 并不是苏一的父亲 而是一个身着黑色蟒袍的男人 民女见过王爷 苏九月一个机灵 连忙跟着跪了下去 你们是被何人抓去的 回王爷的话 我那日躲开下人 是想跑去给父亲买生成礼物 却不想折了贼人的道 但我全程并未看到他们的长相 并不知是谁将我抓了去 你们被关在何处 于前巷的一处三进宅子 应当在一进巷子不远处 来人 王爷 去把那院子围起来 务必要将里边的贼人一网打尽 遵命 王爷 明 明女有事要 要说 慕少林这时候 似乎才意识到 屋内居然还有一人 视线落在了苏九月的头上 你是何人 明女是夏阳村的苏九月 佟姐姐一起来雍州给外婆抓药 才被抓了的 夏阳村 你有何事要说 昨儿我在被人抓进去的时候 隐隐听他们说要从暗道进去 送往城外 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暗道在何处 但若是真有暗道的话 怕是紧紧围住那处宅子 也没用的 苏九月当然没法告诉她 是自己做梦看到的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她婆婆那样 什么都相信她 你 抬起头来 就这样一张清水出芙蓉的样貌 落在了慕少林眼中 慕少林见到苏九月的长相 也适宜了 让你在本盲宫里当个侍女 你可愿意 回王爷的话 明明已经嫁人了 怕是不大适合在王爷身边伺候 慕少林眉头一眉 再瞧苏九月那一张脸 顿时觉得索然无味 你们退下吧 你可真大胆 居然敢哄燕王 我何时哄他了 那你告诉他你已经嫁了人 我真的嫁人了 今年年景不好 家里吃不上饭 全家人都快饿死了 爹娘就把我许了人家 你也太可怜了 这着急忙慌的能给你许个什么人家啊 他们对你好吗 不然我让我爹爹做主替你退婚 不不不 我在婆家日子挺好的 他们都很疼我 九月咱们俩既然同姓 又有如此缘分 我叫你一生妹妹也是应当 这玉佩你且收下 今后但凡你有任何困难 别拿着这玉佩来找我 我一定想办法帮你 他敢送 苏九月可不敢收 自古以来都有黄金有价于无价的说法 这样一枚玉佩 还不知道值多少钱 依姐儿 我有事去找你就行了 这信物我可不能收 我是个毛毛躁躁的 万一兜了 那可心疼死了 哼 东西再好也不过 是个俗物 哪比得上咱们两人情义 你且收下 好生保存就是 推辞的话 倒也不必多说 嗯 那好 依姐儿 我收下了 我身上也没什么好东西 这个荷包是我自己绣的 里头有我幼时去香山四球的平安符 我把它赠予你 希望你接下来都能平平安安 事事如意 你可真手巧 我就不会做这些女工 我娘亲交了我许多次了 我都学不好 也没耐心学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他们学这些不过是个消遣 而苏九月学这些却是生计所迫 你缘也不需要学这些 有人做好就成 两人正说着话 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冲了进来 依姐儿 爹爹 你可算来了 女儿都要怕死了 是爹爹的错 爹爹来完了 他们没欺负你吧 爹爹一定替你报仇 将他们睡 将他们痛扁一顿 苏九月在旁看着 心中不由的有些羡慕 他的爹爹 从来不会这样维护他的 九月 让你见笑了 苏九月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苏一向自己的父亲 介绍了苏九月 话虽如此 可苏庄还是给他准备了大量的礼物 并且邀请苏九月 去他家做客几日 却被苏九月婉拒了 家中婆母和夫君定然很担心我 我手上有依姐儿的信物 若是今后再来雍州城 必去府上拜访 无论如何 我都得进城看看 若是我被抓了壮丁 你就先回去把药给你奶奶 然后请黄老爷帮忙 爹爹 不可以 还是我去吧 家里不能没你 我去找九月 若是他们将我抓去 正好知道九月在哪 哼 说的这是慎老十字胡话 有的在你就不可能出事 这事听你老子的 两人争执之间 苏九月已经准备出城 苏庄和苏仪要送他回家 再次被他婉拒 刚抓了那么多坏人 将军肯定还有事情要忙 姨姐儿也一宿没睡 就不劳烦了 我舅舅和姐姐应该就在前头等我 我去找他们便是 那让阿达他们护送你们回去 这一路上不安稳 你们又带了这一车东西 实在不方便 那就麻烦您了 如此可救呀 这个女子倒是跟普通的存妇 有时不大一样 苏九月出了城 没走多远 便看到了在杨树下争执的妇女二人 春美姐姐 九丫 真的是你啊 吓死我了 呜呜呜 我还以为你被坏人抓走了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姐姐莫要哭了 咱们还得回去救外婆呢 刘大林见苏九月全须全已地回来 也松了口气 视线落在了跟在她后头的几人身上 九丫 这几位是 我被逮人抓去 和以姐儿一起逃跑的 这些是她家里人送我的礼物 苏九月没有提苏庄将军的事 她心中明白 他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纪的人 阿大跟在她身后 听着这些话 也忍不住暗自点头 这丫头倒是个通透的 没有邪恩图报的意思 回去的路上 却在半途碰上了策马而来的吴西元 媳妇 吓死我了 呜 怎么了 谁吓着你了 是你 灰灰告诉我 你被人抓走了 哦 所以你是来救我的吗 是的呀 西元担心媳妇 嘿嘿嘿 西元最好了 这时 阿大对吴西元也点头问好 吴西元却不予理会 西元 你怎的不理人 我又不认识她 可是她护送着酒疗回来的 这一路上多少流民 多亏人家保护了 这话一说 吴西元才走过去 对着阿大行了一碗背礼 多谢您一路护送我媳妇回来 阿大哼了一声 别过脸去 也不想搭理吴西元 你跟小孩子一般计较 修修脸 哈 阿大此时才发现 面前这个身量 几乎同他一般高的男子身上 异于常人的地方 你 这里有问题 你才有问题 媳妇 她说我脑子有问题 苏九月文言 也扭过头凶巴巴的 瞪了阿大一眼 才柔声哄道 她瞎说的 咱们不理她 跟自家媳妇 站在同一战线上 吴西元顿时满意了 趾高气昂的 瞥了阿大一眼 然后一直赖在 自家媳妇身边 说什么 也不再去搭理阿大 这位爷 俩孩子不懂事 您莫要同他们一般计较 嗯 缘也没放在心上 只是你这外甥 怎么似乎有些 跟同龄人不大一样 刘大林叹了口气 她去年出了事 头受了伤 就成了这样 阿大先将刘大林送回家 又护送的苏九月 回到了吴家 便急匆匆离去 一车东西 送进了吴家大门 田秀娘 可就差把占便宜 三个字写脸上了 从苏九月进门 就没离开过她一步 二嫂 你是不是想跟我抢媳妇 那可没有 你媳妇还是你媳妇 我就是好奇这车子上都是些什么呀 我也不大清楚 是一个姐姐送我的礼物 先收起来 等娘回来再看 这 娘卧室回来 这些东西还不都被娘收起来了 我估计一个都得不到 咱们要不先看看吧 家里是娘做主的 还是等娘回来吧 酒鸭和西元饿了吧 也不知道你们今儿回来 热了点饭菜 你们先凑合凑合 嫂子再给你们做去 大嫂 你别忙活了 这些就够吃的 我们对付对付就成 下午再跟大家一起吃 那也行 你们先吃 我去看看下午做点啥吃 还当她是个老似的 这会儿也跑去献殷勤 你这阴阳怪气的说谁呢 说你大嫂 我大嫂又怎的了 你说老三家的 拿回来这么多好东西 她不得上赶着去分一点 平时闷不吭声 这时候凑上去的比谁都快 她哪儿有你快 人一进门 你不就凑上去了吗 你再说一遍 好好好 不说了 不过 你也别惦记了 那本来就是老三媳妇的 她愿意拿出来 给家里也是她大方 咱们若是惦记着 那成什么人了 等开春了 我就去雍州做工去 到时候挣了钱 你想要什么都给你买 这可是你说的 不买看我怎么收拾你 第二天 苏九月带着吴锡元 又去了趟刘家 行了 接下来好生吃药就是 我也得回去了 宗元一个人 我不放心 苏九月想到自己在雍州城城墙门口 看到的那个画像 以及自己前阵子做的梦 眉头皱了皱 社府 可否建议不说话 我有些事情想问问您 九亚 你有何事问师父 社府 你知道宗元是什么人是吗 为什么这么说 师父你平素不爱多管闲事 却主动要去照顾宗元 我进而从雍州城回来的时候 看到城门外贴了通缉令 上头的画像就是宗元 他到底是谁 黄护生听到通缉 就知道自己一时半会儿的 是回不去京城了 你是个聪明孩子 只是这事你不该过问的 有时候知道的太多 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社府 我可以不问 但是他千万不能给村子里带来祸患啊 黄护生叹了口气 他不能给苏九月什么承诺 这一点他真的保证不了 西元骑着马将黄护生送了回去 又将母亲和大哥接了回来 同时把这段时间自己媳妇的事告诉了刘翠华 西元你说的东西就是这个 是的 娘 我媳妇是不是很棒 她说要留着等娘回来亲自打开看 酒鸭哪儿哪儿都好 就是实在有些太没心眼了些 这一车的东西是别人送给她的 那就是她的 她非但没有据为己有 还就这么大大咧咧的摆在外边 也不怕谁给她顺走一两个 娘 您回来了 在屋里头坐肾里 怎的搞得跟小花猫似的 之前咱们不是又买了些种子回来吗 我就寻思着仙种上 过两个月就又能卖了 你这孩子也是个勤快的 田秀娘听到了自己婆母的声音 也从屋子走了出来 娘 一姐儿送了我一车好东西 就等着您回来看呢 跟个小傻子似的 别人送你的 就是你的东西 自己收起来就好 刘翠花没有控制音量 院子里的所有人都听得到 她其实也就是说给其他两个儿媳妇听的 您不经常说咱们是一家人吗 怎的这东西就全成老三家的了 哼 这些东西跟你有个甚关系 是你正回来的 还是你扛回来的 一分力气没出 还想占便宜 天底下哪儿有这么好的事 可我们不是一家人吗 之前我们打的柴火老三家的 不也一直在用 那你还吃人家做的饭了呢 那些粮食也是人家酒鸭买的 再说了 烧火还不是为了种菜 卖的菜钱都在我这里 到最后还不是用在你们身上了 田秀娘还想说话 却被她身边的二成一把 拉进了屋子里 你托我作甚 我今儿非得掰扯清楚 掰扯啥 我都觉得脸上臊得慌 你放开我 凭啥啊 我们挣的都上交了 他们能留着 那能一样 老三家前些日子 挣了那么多不也上交了 可这一车是人家送给老三媳妇的 那就不一样 你从娘家带回来的东西 娘怎么没见管你要过 陈昭帝看着田秀娘 这么厉害的都被收拾了 更是大气都不敢出 再不敢打那些东西的主意 老大 你叫老二一起 帮着把这些东西搬去老三屋里 很快 苏九月便将礼物归整完 发现除了拿去厨房的大部分粮食 还有西元拿着的一盒首饰 以及草药 布匹和装了一个匣子的二百两银子 真好看 媳妇 这个你带上试试 算了 先收起来吧 为什么 媳妇这么好看 带那个会更好看 我年纪还小 带那个压不住 等以后年长一些再说 以解而可真是送了太多东西了 这些不就有十二匹 一会儿给大嫂 二嫂送点 这银子留下将来给西元读书用 娘 这些给您和爹做深衣服吧 我给您量下尺寸 我来做 娘年纪大了 不用穿这么好 留着给你们年轻人做衣裳 我瞧着九丫 这两个月也长高了些吧 正好开春了做新衣裳 以解而送了我好多步呢 快过年了 先给娘做个新凹子 开春了再做别的 刘翠花见苏九月孝顺 笑得眼角都起了褶子 哪能这么浪费 咱家虽说现如今日子好过了些 但也不能这样 娘 您就让我给您量下尺寸吧 做个照衫 您套在凹子上边 等过些日子天暖糊了 又能当外套穿 您看怎样 好吧好吧 那就依你 可这还没完 苏九月欢欢喜喜的 又从袖带里摸出一个镯子 娘 这个也给您 刘翠花看到金镯紫精呆了 想她刘翠花活了四十多年 从来没见过金子 但自从苏九月嫁了进来 今年不仅见着了 还见了两回 她一手拿着镯子 一手拉过苏九月的手腕 这手腕戏的 都叫人舍不得让你干活 我虽然手腕戏 可是我力气大着呢 刘翠花将手中的镯子 套在苏九月的手腕上 女孩子莫要做太多力气活 那些事儿有男人领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不就是这个礼儿吗 西元虽说现在有些傻里傻气 可一来生的人高马大 二来也听你的话 今后日子也不会太差 娘 您这是作甚 这是送给您的 娘一把年纪了 岂能要你的镯子 上头又是蝴蝶又是花的 待出去还不得被人笑掉大牙 娘 好了 你有这份心 娘知道的 东西你留着 以后你们长大了 用钱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娘也不能陪你们一辈子 你要自己学会操持 该大方的时候大方 不该大方的时候就不要大方 男人多是甩手掌柜 只顾着干活 根本不管家里的支出够不够 这些都得咱们女人操持 大家伙儿都同样是重地的 每年靠天吃饭 卫生有些人家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 有些人家还有结余 这绝大多数都是女人的功劳 苏九月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色 想明白了就好好将镯子收起来 也别露出来给旁人看见 嗯 娘 我晓得了 这天晚上吴家又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不仅用了毫米 连肉也是新鲜的 吴家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啊 今年说是灾年 家家户户日子都苦 可我怎么瞧着他家日子 却比以往过得还要好 哼 管人家作甚 人家吃肉都不忘分咱们一碗 摊上这种邻居也是咱们的福气 我也没说不是咱们的福气啊 就是好奇 大家伙都是一样的过日子 他们家怎的日子过得这样好 秀英 你怎的来了 可是遇上了什么难处 秀英是她的闺中密友 刘翠花刚嫁过来的时候就跟她要好 能帮上忙的话 她还是愿意帮的 翠花 你能不能 呃 刘翠花等了半天 都没见她憋出来 就追问道 能不能什么 你倒是说话啊 咱们这么多年的老交情了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我其实今天来就是想跟你借点凉 我知道这年头大家都难 若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也不会来烦你的 你看看你家还有没有口粮 能允我一点吗 过了这个坎儿 我一定双倍还你 请 你等着 刘翠花去厨房里装了一海碗米 拿出来递给了秀英 我家的米也不是多好 想来这些够你们吃几日了 好姐姐 你这份恩情我记下了 等我家过了这坎儿 一定还给您 你别这样 日子宽裕了再还也不迟 这也没啥不好意思的 在年部都是这样 家家户户日子都不好过 我家也不过是前几日老三媳妇 无意间帮了位小姐 人家为了答谢她 才给送了些吃食过来 刘翠花是故意这么提的 总要给自家人能吃饱喝足 找个恰当的原因 也好叫他们知道 自家结识了一户富贵人家 不是什么好欺负的 秀英同刘翠花相交这么些年 几乎是她一张口 就知道她打的什么主意 看来翠花是想借我的口 把这事给宣扬出去 这还不简单 我路上碰到了随便闹两句 好准让全村都知道这是 宁 我方才发现一堆兵业 朝着咱们这边过来了 跟我梦里有点像 应该是找宗园来的 虽然吴宗园在山上 可是他们俩有些慌 等到官兵来的时候 苏九月发现 来人竟然是苏庄身边的阿大 大人 又见到您了 阿大知道 这位是他们小姐的救命恩人 就对着自己手下说道 你们去别家送 这家我自己来 是 大人 咳咳咳 怎么 连碗水都不打算给喝 大人 您快请进 奔野 你们这是在找什么 也没什么 就是燕王的兄弟走丢了 看看是不是有哪个不开眼的 给他拐跑了 作为拐走燕王兄弟的罪魁祸首 苏九月不禁打了个寒净 燕王的兄弟怎么能走丢 小孩子出门不应该有大人跟着吗 阿大翻了个白眼 还不是为了上头那个位子 你当燕王是真的关心兄弟 我看他兄弟要是没死他才更担心 不该问的别问 是我家儿媳妇冒失了 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媳妇儿 媳妇儿 你快看 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西元从哪抓的小兔子 大哥说这两只兔子都快冻死了 让我带回来养 我觉得你就养得很好 小鸡都养得大大的了 这时吴西元才发现一旁的阿大 顿时一脸嫌弃 你 你是那个坏大叔 阿大一时间有些哭笑不得 他知道吴西元的情况 先前二也是他说错了话 被责怪也是应该的 是 就是我这个坏大叔 你再说我坏 我就把你抓走 刘翠花不知道情况 这话一出可把他吓坏了 奔野 您大人有大量 别跟孩子一般见识 这时苏九月也拉着西元 悄悄地说起话来 西元 不能这么说了 虽然他说我们西元不好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他坏 明白了吗 不然他也会跟西元一样生气 那我不说他是坏叔叔了 那我们还搭理他吗 不想理就不理 看两人嘀嘀咕咕的 自以为声音很小的样子 阿大不由觉得有些好笑 他们不知道习武之人听力过人吗 好了 老嫂子 你家里我也不搜了 我就问你一句 你们当真没见过一个七岁的男孩子 这个真没印象 我老娘前些日子生了重病 忙里忙外的 实在也顾不上这个 行 既然没有 那我就不讨扰了 告辞 这天晚上 刘翠花将大家都叫到一起 今儿叫你们来 就是为了种菜那事儿 先前而久压种的那几盘菜 拿去雍州城卖 卖了足足二两银子 这差不多能抵上咱们大半年的收成了 我琢磨着这事儿可行 就又在雍州城买了许多种子 您 您说可行就可行 你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都听您的 娘 咱们既然要大批量种菜 这种在哪里就成了一个问题 要保证温度 肯定不能种在露天的地方 你们可有什么想法 大家都陷入了沉思 毕竟要给自家地理都搭上棚子 那可不是一笔小的开支 爹 明 咱们老宅不是空着吗 那房子和炕都是现成的 最难得的是还有水井 咱们连浇水都不用特意去挑水了 哦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呢 屋里其他人也都觉得在老宅里可行 哼 那我们就把老宅石都出来种菜 那 这可咋整 我跟大哥打的柴火根本就不够用的 这种子都种下去了十来天了 若是现在打退堂股 先前的那些努力不就都白费了吗 刘翠花也是一筹莫展 苏九月却突然说话了 明 不如咱们重新烧炭吧 哦 酒鸭真聪明 这可是个好主意 聪明天起 老大和老二换着上山烧炭 烧一摇的炭 换着回来休息一次 说着 刘翠花又看向了自己几个儿媳妇 你们三留一个在家里做饭 剩下的两个 去老宅室弄蔬菜 话音才刚落 陈昭帝忽然捂着嘴刚熬了起来 他自己也湿了一惊 连忙朝院子跑去 大嫂 你怎的了 可是哪里不舒服 要不要我给你耗个脉 好 那就麻烦酒鸭给我耗一下 苏九月跟着黄护生学习的时间不长 黄护生也只来得及教他一些简单 并且常见的脉搏 正巧怀孕的脉象就是其中之一 老三家的 我这脉搏可是哪里有问题 无妨 说不准还是件好事呢 大嫂这个月可有来月信 已经两个月不曾来月信了 那该是了 大嫂 你许室友小宝宝了 刘翠花见他们两个迟迟不进去 就也追了出来 怎么了 老大媳妇 明 我给大嫂摸了卖 似乎是有喜了 这确实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老吴家小一辈 只有两个孙女 没有孙子 虽说孙女样疼 可谁家不想有个后吗 多大人了 自己心里没点数 这些日子你先在家歇着 等过了头三个月再说 回到屋子 他们又当着所有人的面 宣布了这一颗喜可贺的事情 我又当爹了 又不是头一次当爹 怎的还这么傻 行了 都回屋去吧 早点歇息 老大家的门就在屋里歇息 外套天洞地滑的 还是别瞎跑 所有人都很高兴 只是除了田秀娘 她自从回到自己屋 就一直坐在抗炎上生闷气 你又咋的了 哼 我能咋 还不是你大嫂 大嫂有了身子 这是好事 这又怎么惹你生气了 吴二诚真的搞不明白 自家媳妇是怎么想的 有时候这火气来的 真的莫名其妙 我看他就是想偷懒 这时候正忙着 全家人就没一个能得闲的 天就他金贵了 你少说两句 这有孕的事 岂是谁能说得准的 今儿他休息了 等免你有了身子 不就又轮到你歇着了 我有身子 你倒是说得轻巧 过儿都生了两年多了 我也没在怀上 你娘整天对我鼻子不是鼻子 眼镜不是眼镜的 定是嫌我没给你们老吴家生儿子 吴二诚也被他这胡讲蛮缠的劲 倒得头疼 你看看你 又瞎说 娘什么时候嫌弃过你 娘就是赶个急 都不忘给鼻儿带的灵嘴 再说了 不就是儿子吗 咱们再剩一个就是 你就嘴上的劲儿 那我在炕上也是点劲 争取你早点再给我生个大胖小子 死样 整天没个正行 二嫂 你怎的了 做甚咱俩就要干活 他就能夺揽 又不是什么重活 下边污渍又暖和 去给菜浇点水就成 总比之前上山蛙野菜强多了 田秀娘见苏九月 不跟自己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顿时就更气了 就你是老好人 什么好听你说什么 二嫂 既然是大嫂休息 以后一定也能轮到你休息 娘在这方面还是会一视同仁的 那可说不好 娘一向看我不顺眼 指不定到时候怎么搓磨我呢 苏九月搞不懂她 为什么总是对婆婆 有这么大的敌意 就又问道 你当初怀果儿的时候 娘搓磨你了吗 这么没有 当时我怀果儿的时候是夏日 天热的吃不下饭 就想吃口梅子 她都不让二成给我买 说浪费钱 苏九月忽然想到了一句话 话不投羁绊句多 此时她跟二嫂就是这样 如果你对生活只是一味的抱怨 那么生活也不会给你好脸色 她赤诚对待婆母 她的婆婆对她比她亲娘还要好 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从来都没有什么洁净好走 二嫂 你若是累了 待会儿你就在一旁歇着我来干活 说得好听 你要是回去给娘告状 娘还指不定怎么收拾我呢 我不会跟娘告状的 我信你个鬼 老大家的 娘给你煮了荷包蛋 你吃了 汤也喝干净 营养可都在里头呢 娘 你不用忙活的 我跟大家火吃一样的就行 那怎么行 你现在可不是一个人 要替我大孙子着想 行了 这荷包蛋可是我给我大孙子准备的 你好生吃你的 不够再跟娘说 要出门吗 是的 去牛头镇看看能不能买到点凉 牛头镇不是乱了吗 还能去 现在不乱 昨儿我娘家弟媳妇去 说那边被燕王的人接管了 现在到处都是巡逻的人 比先前的治安还要好嘞 当真 当然是真的 你没看我这包袱 就是前几日攒的鸡蛋 想着能不能拿去换点米 对了 我还听说官府那儿还能领旧计量呢 等我今儿先去看看 真要能领等晚些回来再跟你们说 咋样 真能领旧计量 你抢 这就是我领回来的 我说我家一共七口人 他们就给了这么多 说是下个月再去 还有的 这可太好了 青天大老爷开眼了 哪是什么青天大老爷 这是燕王让人拨的粮食 老百姓哪懂什么正事 谁能让他们吃饱饭 他们就听谁的 燕王可真英明啊 要不是这救济粮来得及时 还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呢 可不就是我昨儿进城的时候就看到路上不少饿嫖 也幸好现在是冬天不然怕是又要闹瘟疫了 那他们就在路边也没人管 怎么可能官府已经让人去收尸了 只是还需要些时日罢了 我明儿也去看看 万一去的晚了 没粮食灵可咋办 正是这么个礼儿 我今日去的时候还没多少人 都不用排队的 但若是等消息传开了 恐怕就没现在这么方便 你还是趁早去为妙 刘翠花回了家 跟家里人说了牛头镇的事情 表示自己明天要去牛头镇一趟 娘 还是我去吧 镇子上现在究竟什么情形还不好说 便是他们给你十斤粮 你也被不动 孩子们都大了 你一把老骨头在这争肾里 明就让老大跟老二一起去 若是遇上什么麻烦 还能互相有个照应 不行 你们别跟我争 这次说什么你们都不能去 先起二大跪被抓壮丁的事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牛头镇现在被烟盲的人接手了 若是也将你们抓了壮丁 娘跟你爹还活不活了 对 娘说的有道理 你们还是别去了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田秀娘也没主动请应 苏九月见大家都不说话 才忽然开口说道 娘 我陪您去吧 正好去给西元抓药 现在药影子也有了 要是能早些让西元康复 那就再好不过了 请 明儿咱娘俩在一起去 我到她怎么这样勤快呢 原来也是想躲懒 都走了 留下我一个人干活 该发的脾气要发 但是到了中午饭点的时候 她还要赶着回去给大嫂做饭 陈昭帝有些过意不去 说自己来就好 却被田秀娘从厨房里撵了出去 你还是回屋歇着去吧 我若是敢让你做饭 回头娘知道了 还不得扒我层皮 哦 陈昭帝知道 她娘不会这样的 不过田秀娘的做法 还是让她刮目相看 那今儿就麻烦你了 行了 快回屋去吧 别让我看见你 是想让我看见你日子过得有多舒坦 你心里不平衡吗 你们娘儿娘又来了 可有些日子不见了 近来过得如何 唉 还能怎样 都是火烧眉毛 且过眼下的 遇上天灾 苦得总是老百姓 孙大夫 我这次来瞧着 整个镇子 怎的都破败成了这样 哼 还不是因为那些流民进了城 就跟土匪进村儿似的 见了东西就拿 拿走了就砸 砸不烂的就烧 就我们药房 多少药都被他们毁了 俗话说得好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只要人还在 这些家业都是可以在职办的 你也放宽心些 现在也只能如此了 我今儿是来抓药的 你看看这些药还有吗 也算你们运气好 索儿刚从别地儿 运了些药才回来 你们去后边 让副社给你们抓 抓了药 领了救济粮 刘翠花带苏九月 来到成衣铺子 崔小姐 就是她 您要的帕子 就是这位老嫂子绣的 这位小姐 有怎的看起来那么眼熟 似乎在哪里见过 大娘 你可会绣这样的图案 这双面绣我可不会 我一个村妇 哪有这本事 上次您送来的那方帕子 不就是双面绣吗 我要是有这本事 我还至于下地干活 只去教徒弟 都够一辈子受用了 从前我年轻的时候 在一个绣房里干活 当时有个绣娘 就有这本事 我趁着一起做活的时候 偷学了几招 可这也只能绣个小帕子 像这样的 我可绣不了 哦 你可知道 那个会双面绣的绣娘 现在何处 实在不知 已经过去几十年了 她又不是本地人 后来据说去了江南 她本就比我大些岁数 现在入眉入土都说不好 又怎能能找到 您瞧瞧看 大幅的绣不了 绣个小幅的也行 这样的可会 刘翠花皱着眉头 毕时还真不敢印下这话 反倒一旁的苏九月 盯着帕子上的花纹 看了又看 然后忽然说道 这个我会 哦 九样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真的会 别耽误了这位小姐的大事 我应该是会的 我小时候学过 不过许多年没绣过 倒也不知道还能不能行 小时候学过 跟谁 住在隔壁的蒋奶奶 小时候她经常在院子门口绣花 我觉得她绣得好看 就在一旁看 她便也顺便教了我 一听说姓蒋 刘翠花顿时眼睛一亮 她那下巴处 可是长了一颗美人纸 是里 蒋奶奶长得很好看 也很温柔 村子里的小孩子都喜欢她 那就是她 不过她不是要回江南吗 怎能阴差阳错地 住在了你娘家隔壁 这 我从来没听奶奶说起过 那她现在人呢 三年前就去世了 当时正是酷暑 能热死个人 江奶奶就没熬过来 小姐 不若让她拿去试试吧 左右也在没旁的办法 那你帮我绣一方这样的帕子 图样我一并给你 一个月期限 你绣好拿给我瞧 若是成了我便给你二两银子 若是不成便给你二百个大钱 左右不会让你白忙活便时 你可愿意试试 嗯 成 我试试 不过我若是绣好了 要怎么给你呢 送去井口巷催促 就说是给二小姐的 回到家 一说苏九月接了火 要在家里做绣火 田秀娘头一个不乐意了 凭什么啊 什么火儿都落到我一个人身上了 我把所有火儿都干了 他生的孩子也不叫我娘 接的火儿也不分钱给我 我不服气 这样 娘给你钱 你去试弄菜 娘每日给你十个大钱 你看如何 哦 您你说真的 当然是真的 当着全家人的面 我还能骗你咋的 那成 您而我自己去收拾菜园子去 距离约好交帕子日期 只有三天的时候 苏九月才算彻彻底底的绣好了 哦 绣得真好看 弟妹好手艺啊 嘿嘿嘿 哪有大嫂说得这样好 三弟妹 大嫂平日里也没求过你什么 今儿看你这一首绝活 着实惊艳 只想请你得空了 教我们家桃几手 让她也能有个傍身的记忆 我这当娘的今后 也能放心了 这有甚不行的 回头我在做针线活的时候 就给桃儿叫 大嫂放心 田绣娘名字里有个绣娘 可她绣的花 却连陈昭帝都比不上 一听苏九月这话 她也着了急 教一个也是教 教两个也是教 弟妹连带着我家果儿一起教吧 去去去去 让个不到三岁的奶娃娃 做针线活 亏你想得出来 你还是她亲娘吗 要是扎一下怎么办 田绣娘善善一笑 也觉得她娘说得在你 我这不是想着从娃娃抓起吗 不让她碰针 就让她在一旁看着可行 倒也行 二嫂不必担心 等果儿大了 她若是想学 我也愿意教她的 有你这句话就好 左右也是一辈子周里 你可不能骗谁向谁 娘 那一会儿我就给崔小姐送帕子去 我也去 我带着红红跟媳妇一起去 你们两个去能行吗 能行 我很听话的 绝对不会瞎胡闹 娘 让西元跟我一起去吧 我会照顾好她的 请 你们去吧 路上小心些 不要冲撞了别人 小姐说你绣的帕子不错 这是二两银子 你姐收好 媳妇 这个姐姐 我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 哦 那西元说说在哪里见过呢 似乎也是在这样一条街上 我捡到了一枚玉佩 苏九月第一次听西元说回想起以前的事情 她顿时满脸惊喜 西元能够回想起以前的事情 这就说明她的情况在好转 可惜她高兴的有点太早 啊 头好痛 头好痛 我想不起来 呜呜 媳妇 我好难受 西元别怕 我在的 想不起来就不想了 咱们不想了 呜呜 我是个废物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 什么都想不起来 你猜不是 以后还是会想起来的 咱们慢慢来 渐渐的吴西元平静了下来 西元 头还疼吗 媳妇 好多了 不疼了 那咱们就回去吧 西元兄 你是谁 西元兄 你真不认识我们了吗 我是张静白 他是邱成章 你都不记得了吗 吴西元眯着眼睛思考了很久 最后还是摇了摇头 上次伤得这么重吗 西元你现在可还在读书 书堂里你的书我们都帮你好好收起来了 就等你回来呢 苏九月下意识地就觉得这两人给人的感觉不是很舒服 他们对吴西元的关心似乎也有些参加 你们认识我家西元 这位妹妹 我们是西元的同窗 先且而止知道她是受了重伤 竟不知道她居然撞坏了脑子 她现在是想不起事了吗 还能读书吗 嗯 这是她第二次问吴西元还能不能读书 若是她真这么担心西元怎的都过去小半年了 也不见她来家里探望一眼 苏九月下意识地就觉得不对劲 哼 先且而也不知道哪个杀千刀的下手那么重 西元别说读书十字了 就连人都不认识了 西元兄可真是太可惜了 先且而听说镇子上的一个圆外狼还看上了西元兄 想要西元兄给他当女婿呢 嗯 还有这事儿 西元兄长相出众 学问又好 崔元外很疼她的二女儿 便想给她找个好归宿 这不就瞧上咱们西元兄了吗 西元兄若是争取了崔小姐 那可真是天大的福气 崔家大少爷如今在燕王手下办事 有她提点着 西元兄可不就前程似锦了吗 说完又看得一眼无西元 叹了口气 哎 可惜了可惜了 造化弄人了 他们说的崔家二小姐难道就是我刚送帕子的那家小姐吗 怪不得西元说看那个丫鬟很眼熟了 那么西元说的那梅玉佩又是怎么回事呢 苏九月听到这件事之后 头脑居然前所未有地保持着清醒 她并没有因为无西元差点娶了别人就觉得气冷 反而隐隐觉得这其中有些问题 哎 天意弄人 不过赛翁师马颜之飞服呢 西元有些不大舒服 我们先走一步 你说刚刚那个女人是谁 无西元的妹妹吧 瞧着年纪不大 不过倒是长得挺好看的 她日若是考取了功名 倒是可以去考来做妾 我倒是觉得不像是妹妹 男女七岁不同习 便是自家兄妹也要避嫌 你何曾见过兄妹在大街上手牵手的 这未免也有些太过亲密了些 嗯 你的意思是 她是无西元那小子的媳妇 不错 好小子 怪到方才那女人说什么赛翁师马颜之飞服 她这简直艳福不浅啊 谁让你没长人家那么一张小白脸呢 你没瞧见人家 连马都有了 媳妇 我想要这个 马蚊 对 红红都没有衣服穿 可是这马蚊怎么瞧起来舅舅的 要买就买 不买了就赶紧走人 别挡着了我做生意 苏九月还是头一回碰上做生意态度这么恶劣的 媳妇 给红红买衣服 她自己喜欢就好了呀 这副马鞍多少钱 这位小兄弟是个识货的 你这马也是皮好马 好安片好马 这副马鞍就送给你们吧 嗯 这人穷得连马鞍都拿出来卖了 怎的还能送给我们 你若是这样 我们定然是不敢要的 还是报个价吧 那你就给一百个大钱吧 你们两个去山里给你大哥 还有黄老爷他们送点吃的 顺便把挪头镇的事情告诉黄老爷 也到了该针灸的时候了 再让黄老爷给西元看看 你们的马鞍哪来的 在牛头镇买到的 多少钱 一百个大钱 这不应该啊 这位的马鞍怎么可能只只只一点呢 卖给你马鞍的可是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 好像确实是这样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什么时候买的 带我去找他 苏九月见吴宗元这样也有些为难 他身份特殊 他实在不想跟他有任何牵扯 宗元 我们是大前日去的 那人既然将马鞍卖给了我们 许是已经离开那里了 我们现在去又怎么能找到他呢 能不能找到他 暂且另说 这个人是我师父的一个固友 我找他有很重要的事情 请姐姐务必带我去寻他一寻 可是你的画像都被贴在了城门上 我带你也进不去啊 那便只好拜托姐姐去帮我寻他一寻 请他过来与我一见 我瞧着那人有些不大好相处 我便是去替你请他 他也不见得会跟我一起来见你 吴宗元私存了片刻 从身上取下来一块玉佩地给了九月 你若是寻到他 他也不愿意跟你来见我 你便把这块玉佩拿给他看 他定然就愿意来了 行 免而我再去一趟 这是一旁的黄护生问道 你怎的突然跑去牛头镇了 那便安生了 是的 燕王的人接手了牛头镇 那里的流民已经被全部镇压 就连官府也开始开仓放粮 我上个月还跟着娘去领了十三斤的粮食 你可有去我家看过 镇子上一片破败 我们在回家的时候刻意绕路去看了一眼 宁家大门紧闭 实在也看不出来里边到底是何情形 黄护生立刻就在这里待不住了 他千里迢迢回来探亲 自然是有原因的 我跟你一起去牛头镇 大城 宗原就暂且交给你照顾了 我很快就回来 一日一早 苏九月便与黄护生到了牛头镇 黄护生一眼就看到了贴在城门上的通缉令 自己才不过离京几个月的时间 怎的就变天了呢 可是也没有传来陛下驾崩的消息 为什么沐宗原的处境 竟然到了如此艰难的地步 老爷 你可算回来了 老奴还以为这辈子都捡不到你了呢 老爷我命大着呢 别担心 家里其他人呢 嗯 秦叔被忧命砸到了头 等我找到他的时候 就已经 已经泪气了 呜呜呜 老钟哭得不能自已 都是他从小看到大的孩子 如今突然先他一步走了 心里怎会好受 这 他们怎么就下的驱手 秦叔还那么年轻 是啊 我倒宁愿被打死的是我 你也别说这话 谁被打死我都伤心 秦叔他人呢 老奴也不知道 宁去了何处 即使能回来 秦叔的尸体一直停在这 即使是动人也不是个事 就做出让他入土未安了 那好 等空下来 我亲自去看看他 东西找到了吗 我们把家里招了隔遍 就察觉得三吃了 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苏九月隐隐约约觉得 这一幕似乎又跟他的梦合上 再去找找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苏九月也在几个屋子里看了看 最后发现正屋和自己的梦境对上 他站在门槛处 特意抬头去看 果然让他发现了个东西 师傅 你们快来看 这上边是不是有东西 可算找到了 我们老皇家有救了 师傅 这是什么 这是我祖上留下来的病历 上头记录了我的父辈们 行医多年碰到的各种疑难杂症 及其解决办法 每一代皇家子孙 都会将其修补流传给后代 到了我这一代 父亲去世的太过突然 根本没有来得及告诉我 将这些病历藏在了哪里 师傅 既然你已经找到了东西 那我就先走了 我还要去帮宗原找那个大叔 我让仆人们同你一起去找 转眼到了卫世墨 人还没有找到 却在一个茶铺碰到了杨柳 你怎的在这里 是不打算回去了吗 还回去作甚 我可没你那么好的命 我娘家父家没一个把我当人看的 我在这也挺好 那你在这边做什么的 呃 我嫁了人 现在什么都不干 就靠男人养我 嫁人了 什么时候的事 他对你还好吗 有什么好不好的 左右日子还不是那么过 听他这么说 苏九月一时间也不知道该不该再接着追问下去 杨柳却先说道 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了 我今天碰上你 是想跟你说两句话 关于西元的事情 嗯 杨柳是吴西元的前未婚妻 虽然两人最终没有走到一起 但这在苏九月心中依旧是个结 什么事 我知道你心中是怎样想的 但如今和西元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人是你 你还有什么好紧张的 我其实也不算嫁了人 我是崔老爷的第七房小妾 日子虽说衣食无用 可也着实说不上好 呃 苏九月张了张嘴 却也不知该说些什么 只是在看向杨柳的时候 眼中就充满了同情 别用这种眼神看我 我觉得我现在就挺好 再也不用过以前那种苦日子了 衣食无忧 还有人伺候 难道不好吗 她像是在说服苏九月 又像是在说服自己 不说我的事了 我就想告诉你 先前儿西元出事 可能同崔家二小姐有关 当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概是四五天之前 我在崔府的园子里散步 正打算走过去 却听到他们提起了西元的名字 四五天之前 我和西元送帕子的那一天 我听着声音像是 崔二小姐身边的宝珠 她说在门口看到吴西元了 就是那个被二小姐 打破头的傻子 二小姐 打破头的傻子 我瞧着那位崔二小姐 看着娇娇弱弱的 又怎会下子毒手 你当水都跟你一样 娇娇弱弱小白花 我告诉你那些 豪门大户里头的妇人 各个堪比那身山猛兽 都是些吃人不吐骨头的 他们可是欺负你了 杨柳拧着眉头似乎在回忆 我进门的第二天 他们就压着我 跪在崔夫人的面前 当着崔家几位小姐的面 灌了我一碗爵子汤 苏九月的眼睛瞪得老大 在她单纯的世界里 实在不敢想象 居然有人能坏到这种地步 女人这一辈子 未嫁从父 即嫁从夫 夫死从子 她又嫁了那么个老男人 若是没个孩子 这一辈子还有什么盼头吗 你没告诉崔姥爷吗 她就是生气又能怎样 崔夫人给她生了两个儿子 我在她的眼里 不过就是个玩物 她才不会为了 我和崔夫人翻脸 苏九月此时只恨自己辞穷 根本想不出来 什么话能安慰她 那你今后又该怎么办呢 唉 都是火烧没梦 且顾眼下的 走一步看一步吧 谢谢杨楼姐姐告诉我这些 行了 该说的都已经告诉你了 我这想要妹妹帮个忙 不知可否 姐姐若有要求带说无妨 我若能帮得上你 定人不会推辞 下阳村我是会不去了 可我实在放心不下我娘 我想你替我把这二两岁赢给她 能让她的日子过得好上一些 我也就知足了 我会帮你给伯母的 姐姐放心便是 在苏九月准备出镇子的时候 却在一个酒馆里看到那个想要寻找的身影 你这女娃娃找我何事 找你的人不是我 我只是帮着传个话 嗯 什么话 宗园说你看到这个就会跟我走了 夏立行看到玉佩 她眼底的神色就变了 你刚刚说是谁让你拿这个给我看的 她说她叫宗园 她在哪儿 现在就带我去 果然是你 跟我去屋里说话 宗园 等等 人 我帮你找来了 玉佩自然也要还给你 苏九月一边说到 一边从袖带里掏玉佩 可是这一摸 却摸到的寂寞 啊 玉佩呢 玉佩哪儿去了 你再好好找找 苏九月忽然想到 在他们快要出城门的时候 有人碰了她一下 差点将她撞到 一定是那个人 那个人偷了玉佩 姐姐帮我找人 我已经感激不尽 不过一块玉佩 丢了就丢了吧 本也不值当什么钱 九丫 咋的了 怎么高高兴兴的出门 回来就成了这副模样 明 我把宗园的玉佩给弄兜了 刘翠花也是一惊 那玉佩她左脸见了 是个顶好的物件 怎的就兜了呢 可有回去找 宗园怪你了 那倒没有 可是东西八成是被人偷去了 我没的东西赔给她 别哭啊 有娘在呢 怕甚 天塌下来有娘顶着 便是要赔 咱们也一起给她赔 不对 天塌下来有西元顶着 西元个子高高 苏九月听得心中一阵暖 人跟人果然是不一样的 小时候她在别家不小心打碎了杯子 她娘当着人家的面 将她打了个半死 这一次她以为婆婆定会指责她 却没想过他们都反过来安慰她 西元也有丢东西的时候 回去找找 不一定也能找得到 是我太笨了 没有收好东西 那个人撞了我一下 我都没有感觉到东西兜了 才没有很笨呢 是偷东西的人的错 又不是你的错 吴西元见苏九月一直不说话 就伸出手指点了点自己的头 你瞧瞧我 连脑子都丢掉了 不是更笨吗 不要这么说 你才不笨 我听了很不高兴 可是你说自己笨 我听了也很不高兴的 好了好了 你们都是聪明的孩子 以后都不许说自己笨 明日我陪着九鸭去镇子上找那个小毛贼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我就不信这世上还没有王法了 贾将军 您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被知凤皇上的命令过来保护黄护生回京 黄护生 他这些日子到时一直在我跟前伺候 难不成他突然回乡探亲也是有缘故的 正是 想必你也知道 皇上生了一种罕见病 太医院里所有的太医全都束手无策 只除了黄护生说 他早年听到父亲曾经说起过这种病 黄太医的父亲将生平经历过的一单杂症都记录了下来 就留在牛头镇的宅子里 这次黄护生回来就是为了查病例的 下例行的上司是定国公冯正阳 而吴宗元正是冯正阳的外孙子 在这一点上 他不敢有任何欺瞒 原来如此 父王病重 那些人为了那个位置连自己都不放过 又岂会让父亲真的被医好 想来黄护生前些日子的遭遇 恐怕袭击他的也不是流民吧 苏大人呢 怎得不见他和您一起 苏县武是吴宗元的师父 当初苏县武被调去雍州当守备 吴宗元也领了黄命跟着他一同去了雍州 被他们嘎了 什么 怎么可能 是真的 我亲眼见到的 亲眼看着他们砍掉了他的头 并且给他安上了通敌卖国的罪名 要杀便杀 泼着污水作肾 可怜苏大人一世英明 最后净落得如此下场 总有一天 本王定会替他洗刷冤屈的 王爷 此地不宜久留 咱们还是尽快离开这里吧 这又是何意 这里地广人稀 他们想要找到我并不容易 我已经留下标记 青龙卫会顺着标记来找到我的 您可还记得 白日里那个女子丢了您的玉佩 夏立行不过是提点了一句 吴宗元就立刻意识到了其中的危机 那 确实要离开这里了 吴宗元两人连夜走了 只留下一块写了些字的破误 瞅着大概的意思 应该是宗元他们有急事要走了 让我们不要寻他 他怎的就走了呢 他的玉佩还没给他找到理 明 我今天还是去趟镇子上吧 不管他走没走 玉佩还是要找的 万一以后遇上了 也能还给他 说什么都不能便宜了那帮小毛贼 多大人了都看不住个东西 还能背偷 要我看 这下子肯定找不回来了 去去去 说的你好像没丢过东西似的 丢是丢过 可也没丢过这么贵重的啊 去年过年让你去镇子上 赶集至半些年货回来 同共三百个大钱 你一个都没剩 全给丢了 你好意思说不贵重 你们来这里做甚 奔也 又见到您了 咱可真有缘 这里是衙门 你们没事不要在这里瞎逛 奔也 我多了东西 实在找不到 这才想来报案的 什么东西 若不是什么值钱玩意儿 还是算了吧 最近牛头阵人多手杂 怕是也没人会管你这些小事 不是什么不值钱的玩意儿 是个玉佩 你们随我来 你说的玉佩可是苏小姐送你的那块 不是的 是一块黑色玉佩 上面雕刻着两条四爪蛇 阿达文言 眼睛一眯 看向面前这俩人的眼神都变了 丫头 你之前是不是骗了我 苏九月一正 混沌的脑子似乎被人当头一半 立刻清醒了过来 不对 那怪玉佩上不仅有花纹 似乎还刻了名字 这可是会暴露身份的 我是自投罗网来了吗 这可怎么办 奔也 我们可不敢骗您 那玉佩是先前而有人路过家里 想跟我们换点干粮 他没有钱 就拿了那块玉佩来换 虽然我们是占了他点便宜 可也是那人自愿的 天地良心啊 我们可绝对没有骗您呀 阿达究竟信了没信 只有他自己知道 只见他冷哼一声 哼 你们可知四爪蛇 只有跟皇上有直接血缘关系的王爷才能用 得亏你们碰上的是我 若你们真的拿着跑去衙门报案 丢了王爷的信我 还透露了王爷的行踪 便是长了十颗头都不够杀的 刘翠花和苏九月顿时被吓得四肢僵硬 脸色煞白 看在苏小姐的份上提点你们一句 那玉佩佩你们也别找了 那种是非之物 着实不太适合留在你们手里 丢了或许还是件好事 阿达那里出来 苏九月的情绪就更加低落了几分 明 我真的太笨了 差点又给家里惹了麻烦 事情也没有发生 有什么好自责的 你本就是逢凶化吉的体质 虽说自己想不到 但总有贵人提点 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娘 咱们去趟皇府吧 是该去一趟 宗元走了还没告诉皇爷里 师父 昨儿我做主将您的马借给了夏先生 可是接儿他却和宗元骑着马走了 他们怎得走了 嗯 许是因为我不小心弄多了他的玉佩 你呀 只希望他们能平安无事 师父 您这是要走吗 是啊 东西找到了 也该回去了 可是您走了 我怎么办 我还没学会什么呢 俗话说得好 师父领进门 修行看个人 接下来还得你自己努力呀 苏九月满头问号 他要怎么努力 他连字都还认不全 这本是师父这些年行医碰上的些许病症 我先前让人抄露了一份 你拿回去看看 若是能钻研透了 也足够你用了 谢谢师父 你还有很多药材的属性都认不全 接下来还得再努力 咱们师徒此次一别 也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着面 你且记住为师的话 不许借着为师的名头在外头行医 是 师父 徒儿都记下了 师父 您可是打算明日午时过后再上路 确实如此 你又从何而知 九月没向师父说起自己梦中的事 那种悬而又悬的东西 说出来他也不信 您别问这些了 左右您听我的 今夜就出发 越早越好 出了雍州的地界 就去渭河坐船回京 一定走水路 千万莫要走官道 您可是听说了些什么 您就别管这么多了 反正您这一次一定要听我的 否则会出大乱子的 那为师这次就听你一次 黄护生听了苏九月的话 果然一路畅通无阻地到了京城 他直接去了皇宫 回来了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行了 这些话倒也不必多说 还万岁呢 能不能活过今年都说不到 皇上 这话您可莫要再说 有微臣在 您一定会没事的 臣此次回乡 找到了先祖留下的病例 钻研了一路 心中也有了些许见解 您再容许臣些许时日 臣定然能够找到治治病的法子 喵啊 朕就知道 你一定不会让朕失望的 陛下 臣还有个请求 还望您能安准 说来听听 臣怀疑有人想要臣的性命 前些日子在牛头镇 就有人假借流民之手 想要杀了臣 臣在逃跑的路上被一户农家所救 这才得以苟住性命 臣死了倒也无妨 可至少要等臣替皇上医好了病 还请陛下派人指个人来护臣周全吧 诶 朕不是派了下离行去保护你吗 臣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伏击 夏大人留着殿后 让臣先走 臣一路回来就都在没见过他 也不知道他此刻的处境如何 臣知晓了 你先下去吧 你和你的家人臣都会派人保护 你且放心便是 让冯正阳亲自去保护他 他要是出了事 让冯正阳提头来见 九阳 你刚给西元试完针 你说西元这已经针就七次了 怎的还不见好 明 这种事儿又怎么说得准 或许明早咱们一觉睡醒西元就好了呢 你说得对 不能着急 咱们慢慢治 西元准能好的 等西元好了去考试 指不定以后还能给你证个告命回来呢 瞧您说的 便是要证也得先给您证个告命回来 西元睡了 嘞 睡着了 娘 我要出去一趟 待会儿你把西元叫起来 莫要让他睡太久 我晓得 你要去哪儿 娘 先前我在镇子上碰到洋楼姐姐了 她给了我点儿银钱 托我带给她母亲 这几日忙东忙西 我竟忘了个一干二净 进而才想起来 若是再不去 确实有些说不大过去 杨柳 你瞧见她了 好久没这孩子的阴性了 她过得可还好 她说自己挺好的 让家里人别惦记 也别去找她 只是我觉得 你觉得 怎样 她可是遇到什么难处了 呃 娘 我告诉您 您可不能告诉别人啊 杨楼姐姐去镇子上给崔老爷当小妾了 什么 此话当真 当然是真的了 我怎么可能拿这事儿跟您开玩笑 这可是关杨楼姐姐的名声 怎么说呢 这事儿还真不能告诉杨大力 她那老子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杨柳给人做妾就已经够难的了 要让他们知道了 还不得八八儿的上赶着去吸血 杨柳生在老杨家可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了 人跟人是不一样的 不是谁都像我这么好命 你这丫头就是嘴甜 叫人如何能不疼你 西元媳妇 你这是何意 沈尊 这两块碎银子是杨楼姐姐让我给你送来的 你看到我儿了 她现在在何处 过得可还好 怎得有这么多银子 她到底是哪里来的 苏九月答应杨柳不告诉她家里人她现在的处境 便只是摇头 这我也不晓得 杨楼姐姐只是托我给您来送点银钱 并未告诉我太多 你是在哪儿瞧见她的 瞧见她的时候她在作事 不是我先瞧见她的 当时我走累了 就在路边一个茶铺子喝了碗茶 杨楼姐姐看到我 便主动过来找我说话的 那她可有留下什么话让你转告给我 并没有 她只说 让我把这个给您 让您别惦记着她 她一切都好 前神子 东西已经替杨楼姐姐带给您了 我就先回去了 几份 你醒了 可有哪儿不舒服 吴西元点了点头 伸出手点了点自己的心口 这里不舒服 这里怎么不舒服的 这里有点想你 呀 讨厌 瞎讲什么呢 吓死我了 吴西元的眼底闪过一丝笑 没有瞎讲 西元说的都是真的 年 年 杨大理带着她老婆孩子上门了 手里还拿着家伙 What 孩子她爹 老大 老二 老三 快点 有人上门找茬了 谁 谁来找茬了 老二媳妇说是杨大理家的 具体啥情况咱也不知道啊 九亚 昨儿你不是才去给杨家人送了钱吗 他们怎的今儿疯病又犯了 不知道 昨儿前沈子还要留我吃饭礼 我没好意思 就回来了 行了 等他们来不就知道为甚了 狗疯起来要咬人 又怎怪得了人 吴砖 你们把我女儿藏哪儿去了 快交出来 不然我跟你没完 杨大理 我看你是失心疯了吧 你闺女都不见多久了 你别在我家门口胡搅蛮缠 谁失心疯 你个老小子不安好心 我闺女定是让你藏起来的 你说话要是再这么口无遮拦 别怪老子跟你不客气 乡亲们 你们快看看这老小子 他藏了我闺女 现在不仅不认账 居然还要动手 大理 你这空口无凭的让人怎么信得过 总得拿出点证据来不是 昨儿他家老三媳妇给我家送个歇银钱 说是我家杨柳给的 咋的 给你送钱还送出问题了 你若是不想要 给我啊 去去去 你想的还没 我闺女要不是他们家藏起来的 能让他们给我送钱 你们咋就想不通呢 我们还真就想不通 你闺女让人家帮忙烧点银钱给你 人家给了 反倒被你赖上了 我瞧着你这小子这么些年也不是没长进 倒打一耙的功力倒是见长了不少 就是 人家就是自己拿了不给 你们又怎么知道 你家杨柳爷是个心善的 被你逼到那份儿上 还惦记着烧点钱给你们 孩子一个人在外头指不定多不容易呢 乡亲们七嘴八舌的 大部分都在指责杨大力 你们知道各事 杨柳让他烧些钱回来 谁就知道他们有没有偷拿 苏九月在一旁实在也是听得目瞪口呆 这天底下居然有这么厚颜无耻之人 偷拿 我若是想想偷拿 我全拿了便是 何苦还跑你家一趟 贵娘嫂子 你可莫要如我清白 什么清白不清白的 当日见我小姑子的也就你一人 自然你怎么说怎么来 除非 苏九月此刻后悔万分 如果再给她一次机会 她一定不会接杨柳这个差事 即使她告诉了自己关于西元的事 她也不接 除非什么 除非让我们搜搜你家里 看看你们还有没有藏着银钱 屁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凭什么搜我家 你们可有官府的文书 真让你们找 是不是我们自家的钱也能被说成是你们的 就是 二嫂说的对 杨楼只给了我二两银子给你们 你们可别诬陷好人 大力 你家闺女哪来那么多银子的 我会说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吧 这才出去几个月啊 我男人在镇子上做工 一天累死累活 才六十个大钱 出去开销也不剩多少 你家闺女这钱怕石栏路不振啊 大力 这事你可得给我们个交代 若你女儿真干了什么不光彩的事 可不能连累了我们 要我说 你也得给我们赔偿才是 一时间众说纷纭 似乎所有人都在指责杨大力 都别吵吵了 你当我不想知道她在哪儿 我要是知道我早把这死丫头给揪回来了 还能容着她在外头败坏老子名声 说着她手直愣愣地指向了苏九月 那死丫头如今在哪儿 还得问她 我说了我不知道 我走在路上碰见她的 她托我给你们带了二两银子就走了 我还能管着人家去哪儿吗 你怎么不拦住她 娘 你们是她店娘都管不了 我又如何管得住 便是能拦得下来 我也不愿让她回来 我瞧着 羊楼姐姐如今过得挺好的 无论她现在在做神 也比回来给你们当牛做马的强 咦 我这弟媳妇平日里给人感觉傻兮兮的 让她干什么也不推辞 怎能竟儿这么硬气 你说得倒是好 她一个富岛人家在外头怎么立足 她已经嫁了人就该在家里相夫轿子 女人就该有个依靠 人家怎么立不了足 这不还给你们送回来二两银子吗 还有个依靠 那也得看男人靠不靠得住 男人有一把子力气可不是用来打女人的 有本事多赚点银钱回来啊 这才叫靠得住 天秀娘阴阳怪气地说了半天 然后轻吃一声 就你这样还给人当娘的 自家女儿都被霍霍成啥样了 你也不给人呈妖 但凡她挨打的时候你出来拦一下 也不会成了现在这服样子 搞得自己一副子母样 竟不干些人事 求求你们放过杨柳吧 多好一姑娘脱生在你家 可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没了 你这死妮子怎么说话呢 我怎么霍霍自家女儿了 场面一时乱作一团 都干什么呢 富贵大哥 他们无家欺负人 通滚回家去 还嫌不够丢人 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你再给老子闹一次 老子非得请了家法出来打断你的腿 可我闺女呢 他们既然看到人为什么不带回来 你们还有脸闹 当初杨柳不见了 你们有人去找过吗 现在搞得自己似乎多担心孩子一样 今日我话就撂在这儿 作为村长 我不能对你们动手 但只要你们还是我杨家人 就别出来给我丢人 否则家法伺候 我明儿还要去烫牛头镇 你还去 这都快过年了 那里人多 不安全 我得去找到杨柳 这事儿得问问他 让他自己去跟家里人说清楚 不然 他家人钱又完了 肯定还得来闹 那 疼 过了年 我就去抱两只狗回来养着 他们若敢来 就别怪我不客气 可是我还是想去见他一面 弟妹 我跟你去 嗯 田秀娘见大家都诧异地看着他 他黑黑一笑 我陪着弟妹去 大嫂有身孕 娘腿脚又不好 我跟弟妹两个刚好 正好快过年了 还能看着再置办些年货 那行 酒鸡鸭年纪 酒鸭年纪还小 你照顾好他 别欺负他 这一晚上苏九月倒是没做梦 吴希元却做了梦 梦里火光滔天 他站在火光的边缘 抬头看着面前的牌匾 上边写着龙飞凤舞的两个字 催俘 杨柳 你必须得回去一趟 你那爹娘实在太能闹腾了 你若是不去 下次他们再上门来闹 我就直接告诉他们你在哪 让他们上这里来找你 早知如此 我就不烧那二两银子回去了 也落得清净 后悔有甚用 你穿破旧一下 就说给大户人家当丫鬟 那二两银子是你卖身的钱 许是这样他们今后才不会总来寻你 唉 傻妹妹 你真是低估他们了 我给他们当了十几年的女儿 他们啥呀我不知道 别说是当丫鬟 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 杨大力一家就不会停止吸血 不然他们这女儿不就白胜了吗 你们先回去 明日我亲自回趟家 导准他们以后不会再烦你吗 真的 他们会听你的话 烦不烦你 我都说要回去了 你还要我怎样 苏九月吐了吐舌头 闭上了嘴 在暴躁的女人面前 还是得迅速认错 免得被殃及吃鱼 杨柳回来了 杨柳回来了 快快快 酒鸭 咱也去凑个热闹 这么早就回来了吗 人到哪儿了 真回来了 都到杨大力家门口了 他做了一顶红色的轿子回来的 你不知道多威风 现在恐怕全村的人都围在杨大力家里 小柳儿 你这是何意 你别这样叫我 我这次回来就是想问我 上次让苏氏给你们烧的二两银子可有收到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前世即便是在后脸皮也说不出个不字 就点了点头笑着他 难为你出门在外的海店寄着家里 知道给家里烧钱 喜元媳妇上次已经把钱给我们了 我们一直找他打听你的下落 他都不告诉我们 幸好你回来了 这次回来该不走了 杨柳看了自己身边伺候的丫鬟一眼 那丫鬟立刻回忆 取出一个荷包公公公公公公公的地给了钱 这里头装着二十两银子 你们钱收好 也算全了这些年你们的养育之情 今后咱们就再无干系了 你们也莫要来寻我 杨大力闻言 当即就找来了先钱儿用来打孩子的藤条 你以为我为什么要跟你们断绝关系 还不是因为总是打我 我在这家里甚至都比不上一只畜生 你以为我今天还能乖乖站在这里等你打吗 难不成我带的这些人都是白带的 他话音刚落 他带的几个仆从就挡在了他身前 一字排开 个个身强体壮 杨楼姐姐估计是这十里八村第一个赶顶状父兄 跟父兄翻脸的存在了 吴细元看着眼前的闹剧 忽然觉得一阵恍惚 院子还是那个院子 杨楼躺在地上 鲜红的血液从他的鹅角缠缠流下 他的眼睛一直睁着 周围的人又哭又闹 只有他面无表情 安安静静 逐渐没了呼吸 细元 怎的了 他们吓到你了吗 听到苏九月的声音 吴细元才回过神来 他有些找不清楚自己刚刚是怎么了 我没事 他们是要打起来了吗 打不起来的 村长马上就要来了 话音刚落 就听到一道质地有声的声音 你们又在作甚 媳妇 你好厉害 你怎么知道村长要来 那是因为我刚刚看到有人去村长家通风报信了 富贵大哥 你瞧瞧我家这死丫头 他居然要跟我们断绝关系 我生他养他一场 他就是这么对我的吗 杨富贵也是老一派的想法 天下无不是之父母 虽然觉得杨大力有时候对女儿下手太重 可做人子女的被打两下怎么了 杨柳 你爹说的是真的吗 自然是真的 我统工给了他们二十二两印子 便是用作给自己赎身 也该够了吧 我也别无所求 只求今后跟他们在吴来往 你 你这不孝子 跪下 别拿你那一套来压我 我既不是这个村子里的人 也不是杨家人了 你管不着我 哼 我看你是翅膀硬了啊 便是你现在日子过得不错 你身上也流着我们杨家的血 做人可不能忘本 忘本 你可知道什么是本 我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时候 你们在哪 被强迫着嫁给下明医的时候 你们又在哪 许是在你们这些人眼里 我杨柳就是条件病 能给你们换点银子便是极好的事 可今儿我就要让你们瞧瞧 我杨柳离了你们这些新人血的东西 只会过得更好 好 好 你滚 滚了就不要再回来 今儿既然大伙都在 那就请大伙替我做个见证 我杨柳是自己走的 可不是被杨家人撵走的 出了这个家门 今后我们就再无干系 就在这时 忽然又见两个人吵吵闹闹的冲了过来 是他 就是他 这死妮子还是我二两银子取回来的 居然跑了 这次你别想走 害我们母子有家不能回 吃尽了苦头 真是个扫把刑 你们怎的进来了 咱的不能进来 这本来就是我们村 不进来怎么知道这死妮子回来了 杨村长 你管天管的 管不着我找我媳妇吧 你跟我回去 之前你逃跑的事咱们既往不救 否则 你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杨柳对自己爹娘下手可能还有有所顾虑 但对着夏明一母子她可就没什么好脸色 给我打一人打断一条腿 也好全了他们的念想 九亚 你怎的跑了 也不说一声 我四处找你了 我瞧着你正看得认真 我又挤不过去 就先回来了 九亚 方才你看到了没 杨柳让人把夏明一母子的腿打折了 天儿这样了 人的骨头也脆 一棍子下去 咔嚓一声 那惨叫听得实在甚得慌 田秀娘说得起劲 唾沫星子直飞 苏九月却吓得一个哆嗦 行了行了 你别说了 怪吓人的 瞧瞧你 胆子小得跟个老鼠似的 不过话说回来 瞧着还真是痛快 王贵方那母子两个真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看着可真解气 嗯 他娘前世也是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自己一辈子这样 知人还想女儿走她的老路 可不是理 他自己捧男人臭脚 觉得挨打也是应当的 还给女儿定这门亲 这若是我老娘 旁人碰我一根手指套 他都得跟人拼命 田秀娘说得很自豪 她这性子就是家里挤养出来的 她家虽说穷 可爹娘对她还是极好的 咱们婆家也好 哪家媳妇有咱们这么悠闲的 田秀娘倒也没有反驳 她虽然整天嫌弃婆母偏心 但凭心而论 比起其他家媳妇 她们确实要轻松不少 整天看热闹就熟你跑得快 干活儿怎的就没那么快 还不赶紧去看看菜长的怎样了 今儿都大年二十二了 明儿就要送灶王 你们赶紧推上车去镇子上把菜卖一卖 趁着过年也能卖得上架 好好好 我这就去 你也别说我了 你们造堂什么的都准备好了 造堂待会儿去你们大庆婶子那里拿几块就成 每年都是这样 大庆手已好 咱们也省事 到时候给几个大钱就是了 这 这是 棕原的玉佩怎么在这里 阿大说过 这东西对于我们而言 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难道是有人故意送过来的吗 苏九越越想越害怕 她意识到自己无意间卷入了什么风波当中 她心中一慌 当下没了主意 连忙急匆匆朝着家里跑去 明 明 你在哪儿 在厨房里 你这急急忙忙的 咋了这是 明 您瞧 明 这东西怎的又回来了 你在哪儿找到的 就是在村口看到的 我出去的时候都没看到 回来的时候就出现了 身边也没什么人 我好怕啊 明 你说会不会有人盯上咱们了 这是当然 明 现在可咋办啊 你最近可有做梦 没做梦 刘翠花心里也微微松了口气 既然苏九越这幅完没做梦 那么情况可能也没那么糟糕 我琢磨着对方若是真想对咱们动手 犯不着江志玉佩再还回来 怕是想把咱们当幼儿 引了宗园他们出来 可 可咱们也不知道宗园在哪儿啊 正是因为不知道 所以咱们深正不怕引自协 让他们盯着便是 咱们不过就是个小老百姓的 整日就是些家常里短的 他们盯几日怕是就没兴趣了 娘 我还是怕 都是我不好 别怕 左右咱们已经卷入了风波当中 躲也躲不掉 正常过日子就行 凡事都有娘在呢 娘 现在这块玉怎么办 随便吧 玉对于他们已经不重要了 你说起来吧 苏九越低头看着手中的玉 气不打一出来 不 我再给她多村口去 这货害东西 谁爱要谁要 你不想着还回去了 哼 以后再见到宗园 我一定要揪着她的耳朵 好好收拾收拾她 这个倒霉蛋蛋 害得我们一家也跟着倒霉 我管你是不是什么价值连城的宝贝 反正现在我就是不想看见你 您瞧 我就说他们不过是些什么都不懂的渔民 大人 你去将东西捡回来吧 大人 这玉现在要怎么办 先收着 总有派商用场的一天 吴家人这天晚上睡得都不错 但吴家外边是不可太平 娘 爹 西元 老三家的 咋了 爹 娘 外边有血啊 刘翠花和吴传连忙上前去查看 发现真的有许多血迹 包括家中的大门上都有很多打斗留下来的刀剑痕迹 吴传为了让大家安心 只能硬着头皮说道 没事 估摸着侍郎又进村了 咱们有了救济粮 那些畜生们可没有 怕是日子难过这里 今后天一黑大家都在屋里 关好门窗 谁也别出来 刘翠花隐隐知道是怎么回事 此时也跟着吴传演戏道 看来过了年还真得养两条狗 不然这连睡个觉都不踏实的 还当是什么事呢 原来就是一点血迹 弟妹你这胆子未免也有些太小了吧 我瞅着杀鸡都比那个血流得多 苏九月扁了扁嘴 这能一样吗 她之所以害怕是因为她知道这是人血 好了 好了 扫了就行了 都别慌 回去忙去吧 这几日家里做的东西多 你们也给各自娘家送一些 你 你可真好啊 路上都小心这些 早去早回 老大媳妇儿你这次就别去了 外套天洞地滑 摔一下可不得了 让老大替你给你娘家送回去就行 九鸭 让西元陪你一同回去 爷 西元又要见到毛毛了 西元和毛毛是好朋友 西元要把沙包带去和毛毛一起玩 你跟着九鸭回去可别闹她 不然下次就不让她带你去了 听到没有 我才不闹人 西元超乖的 你问媳妇儿 西元一直都听媳妇儿的话 娘 她是挺乖的 您放心吧 哼 不闹媳妇儿 整天就闹自家老娘 整日都说我偏心 我瞧着你才是全家最偏心的 九鸭 喜妹 蒋春喜算是苏九月童年的最要好的玩伴 许久不见 我都像死你了 听说你嫁了人 你爹娘也是的 你才这么小就将你嫁人了 你在那家过得怎样 我也想你了呢 在那边过得可好了 他们都对我很好 一边说着 又凑到蒋春喜耳边压低声音说了一句 比在我家过得还要好呢 我瞧着也不错 你这次回来比之前更好看了 就是离得有些远 不能再找你完了 等回头你定亲的时候 也定到我们村子 不就行了 哎呀 你这人 自己早早嫁了也就算了 还惦记着我 我才不要嘞 再好的婆家也定然没我待在家里舒坦 蒋春喜家中算上堂兄弟一共有七个哥哥 只有她唯一一个女孩 整个蒋家都把她当宝贝宠的 九丫 这就是你男人 嗯 不错 乔治倒也配得上你 我原本以为你应当是要做我大嫂的 这么好看的姑娘怎能便宜了旁人 到了还是可惜了 你胸要瞎说了 我先回家 待会儿咱们再说 可可可 一天到晚的可 烦不烦啊 家里怎的了 是娘生病了吗 爹 明 我回来了 张氏原本正坐在床上戳起 听到她的声音连忙用手摸了摸眼泪 就连坐在一旁凳子上的苏大牛也转过头来 问声问气的说道 你回来了 我婆婆说快过年了 让我和西元给你们送点吃的过来 张氏听说女婿来了 连忙就准备下扛 却被苏九月拦住了 明 您不用起来 我让西元在外边等着你 我去跟女婿说话话 明 好端端的您怎的受了风寒 也不说抓点儿要吃 马上就年跟前儿了 若是病情加重了 那该如何是好 哪里有那么娇气 扛两天就过去了 怎的方才我听六月说 您已经病了好些时日了 莫要听小孩子瞎讲 病了没几日 今日我都感觉好些了 正说着她又咳嗽了起来 您还说好些了呢 这都可成这样了 来我帮你摸个脉 这一摸她就更起了 一张小脸凶巴巴的 活像学堂里的老夫子 您都病得这样厉害了 怎的就不听呢 抓几服药能用得了几个钱 您也不想想 若你有个好歹 弟弟妹妹们该怎么办 没钱了 家里真的没钱了 我送回来的五两银子都没了 您干什么了 这么快就没了吗 都是我不好 我把钱借给了你舅舅做生意 可谁知道你舅舅生意也赔个精光 您快别哭了 这是婆婆给我的零花钱 还有我平时秀帕子攒的 待会儿拿一些去抓点要回来 你先看好病 不然没人照顾毛毛他们 但那边我也去劝劝 爷 我瞧着家里怎的柴火都不够用了 不够用 那里头不还挺多的吗 唉 人跟人果然是不一样的 家里这日子过不下去 还真愿不找别人 娘不会操持 正来多少活活多少 爹也是 除开农忙的那几个月 其余时候都在家里闲着 爹 家里冷成这样 娘又生着病 弟弟妹妹们年纪还小 怎么能连个火炉都不生 马上过年了 旁人家里都热热闹闹的 咱家却连个年味儿都没有 您觉得日子过成这样像话吗 哼 你就是这么跟你老子说话的 老子的是什么时候用着您管了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你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就成 家里的事儿用不着你多管闲事 你以为我想管 若不是我们身上流着一样的血 我管你们做甚 我婆家家地英时 家里人也从来没有一天偷懒的日日上山打柴 可咱们家呢 您躺在家里 柴火就会自己给您飞回来吗 西元都知道寒好鸟被冻死 是因为天气暖和的时候它们不见窝 您长它那么多岁数 这道理怎的就想不明白 苏大牛似乎被九月戳到了痛处 气得一磅三尺高 我躺在家里 我为什么要躺在家里 我辛辛苦苦挣点银钱 全被你娘拿去送到他娘家了 我为何还要这么辛苦的给旁人攒家当 这次你送回来的银钱 还不是被你娘拿给了他弟弟 苏九月拧着眉头 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 可是娘说 是借给舅舅的 舅舅卖豆腐挣了钱会分红利给他 什么卖豆腐 他就是拿着钱去毒 全都是被他给输光的 What 此话当真 那还能有假 是你隔壁蒋大叔去镇子上亲眼看到的 我说了你娘也不信 说是我瞎说的 抹黑他宝贝弟弟 爹 您今后挣到钱就不要给娘了 您自己收着 务必要藏好了 我不是没葬过 可是你娘连耗子洞都能掏 我葬哪都藏不住啊 家里藏不住就藏到外头 找个陶冠埋在地盘 只要您自己记住地方 哦 苏大牛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苏九月又接着说道 待会儿我会去找娘谈的 以后尽量就不要跟舅舅他们来往 还有一点 出门记得哭穷 别给他们开口的机会 要借钱咱们先开口找他们借 他从咱家得不到什么好处 久而久之 应当也不会上门来了 苏大牛见他是像的自己 并没有像的他娘 心里那股气才去了几分 紧 我知道了 爹 今日就算了 明儿还是要去山里带些柴火 不然这个年怕时过得也太凄凉了些 柳月 你可算了 我有一肚子花药跟你讲了 许久不见九丫了 瞧着镜比先前更好看了 活脱脱个仙女儿 您就会夸我 有什么好看不好看的 还不都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睛 可你这一个鼻子两个眼睛 就是比旁人的好看些 你们两个小姐妹许久不见 恐怕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喜娃带着九丫去屋子里说话吧 娘去给你们兑些糖水 你这些日子过得如何 方才我也不好意思问 如今只剩下咱俩了 你可得老老实实跟我说 我怎的听人说你加了个傻子 可是真的 是的 西元的脑子被人撞坏了 不过你莫要担心 大夫说他还有的痣 那就好 今日我瞧着你男人看起来倒是还好 希望他快点好起来 你这辈子也该享福了 嗯 他也算不上傻 只是撞坏了脑子 中间有一段的记忆都湿了 现在行为举止有些像孩子 除此之外倒是也没别的不好 反倒对我一片赤诚 你放心吧 我已经在享福了 唉 都是造化弄人了 若是当初将你说给我大哥就好了 我瞧着大哥也是喜欢你的 话虽如此 但是苏九月却心里清楚 蒋大娘虽然对她不错 但是却不愿意娶她当儿媳妇 又或者说不是对她这个人不满意 而是对她的娘家不满意 她觉得自己儿子有了那样一个月家 会拖累她一辈子 行妹 你以后再说这话 我可不敢来找你玩了 好姐姐 你就原谅我这一回 我今后再不说了便是 怎的我这次来没有看到蒋大哥 前些日子雍周城在抓壮丁 你可听说了 嗯 有听说过 西元的表哥就被抓了去 怎的蒋大哥也被抓壮丁了吗 那倒也不是 不过比被抓走更起人 他是自己去应征的 当时我娘都哭着求他了 他还是自己趁着夜色偷偷跑了 你也别担心 蒋大哥会些拳脚功夫 指不定还能挣个功名回来 那您可就是官家小姐了 到时候求屈你的媒人 恐怕能把你家的门槛都给踩烂 俩人说了会儿话 苏九月便回了自己家 您 剩下的几副药您爱食吃着 那日我拿回来的钱 让爹买了些炭火回来 你们好好过个年 我都同爹说过了 过年之后他就去镇子上找活干 咱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张氏泪眼婆娑地点了点头 苏九月又忍不住叮嘱他 您这次病成这样 我都让人烧话给小舅舅了 也不见他过来看您 可见他心中并不看中您这个姐姐 回头有了闲钱先紧着自个儿 别总跟个活菩萨似的有求必应 我在婆家过得也不容易 这次拿回来的钱 还是婆婆提前给我的压岁钱 恐怕真的没什么能贴补娘家的了 苏九月一边上演要一边哭穷 才总算是让他娘陷入了沉思当中 明 我已在家里待了好些时日 恐怕家中婆婆惦记 今日我就回去了 等初二我再回来看您 从吧从吧 早该回去了 也是你婆婆脾气好 若是旁人能不跟你一般计较 我晓得 回去我会跟婆母解释的 媳妇儿 后边好像有人在跟着我们 苏九月下意识地就想要回头看 又生生地忍住了 挑了一眼一直飞在他们身边的小鸟 她猜测应该就是这个小东西 给他们通风报信的 知道有几个人跟着咱们吗 两个人 现在是要回家 还是逃跑 不过对方既然能够跟得上红红的速度 恐怕不是一般的高手 能不能逃脱还真说不好 这时 吴细元又开口了 声音有几分压抑的兴奋 媳妇儿 她们打起来了 后边那个人追了上来 前边的人拦住了她 她们就打起来了 苏九月绝望的心忽然又起死回生了 原来追在他们身后的两人居然不是一家的 这么说来 她们身边一直是有人保护她们的 那走吧 咱们回家 细元 怎样 这跟九鸭去玩的可还愉快 吴细元扁了扁嘴 有些委屈 刘翠花一看就知道定然有不如意的地方 为了让儿媳妇面子上过的去 连忙转移了话题 你不是嚷嚷这样和毛毛玩吗 玩得不开心 说起毛毛 吴细元的委屈果然就不见了 没有不开心 很开心 毛毛踢箭子也没我踢的好 我还教她了呢 细元真棒 喜欢踢箭子吗 娘回头也给你做一个 好呀好呀 娘亲最好了 我们还住了从前媳妇的屋子 媳妇好可怜哦 我们以后要对她好一点 苏九月听了脸上有些许尴尬 不知道说什么 可是她娘家日子确实过得一团糟 让她实在直不起腰来 爹娘是儿女出门在外的底气 这话从来都是不假的 好了 去看看你爹 你爹这两日还惦记着你呢 你娘的病可有好些 好些了 娘是我不好 这几日家里正忙 我却什么都没干 今后家里还有什么活要干的 您只管吩咐就是 你放心 还有的活让你干礼 这次的事也别放在心上 正巧赶上你娘生病 大家伙都清楚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做人儿女的总不能啥也不管的 你要真是那样的姑娘 娘反倒会不喜欢你了 娘看看这是谁回来了 怎能回去探个亲 还舍不得回来了 一边说着婆家好 一边赖在娘家不回来 知道的是你在夺懒 不知道的还当你对婆家有啥子意见呢 行了 少说两句 九丫她娘生了病 又不是故意回去夺懒的 若是你家里有事不让你回去 你心里头可愿意 人都是相互的 就是多干一点少干一点又怎样 凡事儿总是斤斤计较 那日子不得整日都是鸡飞狗跳的 田秀娘嘟囔了两句便没有再说话 刘翠花也没有不依不饶 而是说道 明儿就大年二十八了 让二成也别去烧炭了 在家休息休息 正好明有个机会 你们去镇子上买些炮仗回来 那烧钱的玩意买来做肾 依我看还不如买些炒货回来 孩子们闲了还能当个零嘴吃 你懂个肾 这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是有道理的 辞旧迎新的时候 那些坏东西就得吓唬吓唬 来年才不敢来挡了咱家的气运 为什么啊 又是老三家的去镇里 他都歇了好些日子了 就不能让他在家干活吗 还是算了吧 让二嫂去 我在家拆洗被褥 这回可真不怨我 不是我不让你去的 是你娘家人捎话来 说让你回去一趟 我也不晓得是啥事儿 你若是不打算回去 那就跟着一起去镇子上吧 田秀娘犹豫了 她娘家为了让她在夫家过得舒坦 从来不会烧仙给她 这次既然让人带话过来 可见确实是有要紧的事儿 那还是让老三家的跟着去吧 我去回套娘家 在买完婆婆交代的东西之后 苏九月想到二嫂一直惦记着吃灵嘴 就自掏腰包给他们带了一些 二嫂虽然嘴上不饶人 其实心里并不差 只是在有些事情上太过喜欢斤斤计较了 媳妇 你是买给西元的吗 这么多吃的 西元一个人能吃完吗 我觉得可以 但是吃完肯定就吃不下饭了 娘亲会生气的 我们拿回去跟大家一起分着吃 就不用担心吃不下饭会被娘亲骂了 媳妇 你真聪明 就在他们路过赌方的时候 苏九月看到一个熟悉的人影 被人从赌方丢了出来 苏九月连忙拉着吴西元躲了起来 那人不是别人 正是她的小舅舅 绝对不能让舅舅看见我 她若是瞧着自己现在过得这么好 恐怕又会来我婆家打秋风了 娘家已经被拖累成了那样 我绝不允许她再沾上吴家 张薇今日手气实在背得很 进去才摸了两把牌 手上的钱就输了个金光 啊 她个老子的 身够背的 这马上过来了 别想得八发挥本啊 也不知道我那穷鬼姐姐那里 还有没有钱 你急急忙忙喊我回来 可有急事 我等你莫要慌 也不是甚急事 就是想给你二弟说个亲 他年岁大了 早些安定下来 我跟你爹也能早日安心 啊 您可吓死我了 着急叫我回来 我还以为家里出了什么急事里 你弟弟的终身大事 难道不是急事 倒也是 瞧您这样说 许是有看重的人家了 我看上了大新村蒋家的姑娘 哦 大新村 那不是我家三弟妹的娘家吗 正是 所以才来叫你回家一趟 等你回了婆家 找你三弟妹打听打听 看看这蒋家姑娘到底如何 那蒋家是个家底英识的 家中男丁旺盛 只有这么一个闺女 若是能求娶了她 有那么多就凶茫衬 咱家保个日子也一定好过 田秀娘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蒋家 可是按照她娘的说法 她下意识地就皱起了眉头 您 蒋家要真像你说的那样好 他们怎么会看上咱家 自从田秀娘跟了吴二成之后 她才发现自家弟弟 实在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优点 整日有嘴滑舌的 却没什么能耐 只想着偷奸耍花 怎得嫁去吴家几年 连自家都看不上了 有你这么说自己家的吗 您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我自然也想保跟能有个好媳妇 可若是人家不答应 咱也不能按头让人嫁过来 您若真想试试就请个没人 先上门探探口风 莫要太过冲动 免得丢了自家的面子 她这话说的虽然在里 但赵氏却不怎么爱听 你还是不是我亲闺女了 怎么竟说一些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的话 我们家怎么了 我跟你爹对孩子们不好吗 要我说 能嫁到咱家来才是他福气 反正我是提醒过你了 若是回头真丢了自家的面子 到时候您可别找我哭诉 我向来不爱听这个 放心吧 绝对不找你 你就听我的 去帮我打听打听 那蒋家姑娘到底如何 旁的用不着你多管 若她真是个好的 我自有办法让她嫁到咱家来 那行 我回去替你问问 今儿你们去镇子上怎样 热闹吗 每年的这时候镇子上人都很多 可惜我今儿没去了 人是挺多的 我们也没有酒留 买完了东西就赶紧回来了 二嫂 你娘家叫你回去可是有什么事吗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想问问你们村子 是不是有一个叫蒋严松的 确实是我们村的 怎么了 那你可听说她家中有个女儿叫蒋春喜 听她提起喜妹 苏九月立刻提高了警惕 你问她作甚 自然是好事 我这有一门好轻视 想要说给她 这不是不了解女方的为人吗 这才来找你问问 苏九月即使觉得她这话似乎有些问题 也做不出来抹黑喜妹的事 她是个好姑娘 性子好 人也能干 从苏九月这里得了准信 田秀娘心里也有几分高兴 希望这事能成 虽说自家有些高攀的意思 但万一我那兄弟走了狗屎月呢 也不知道娘说的办法是什么办法 九亚 破五之前不能用针 你看今日是不是要再给西元施针一次 也好 瞧着西元近些日子也没再喊着头疼 只是过些日子就要大好了 西元最近可有想起些什么 吴西元想到自己脑中时不时冒出的那些片段 鬼使神拆的摇了摇头 她也说不上为什么 但是自己的脑中下意识的就有一个念头 不能说与旁人听 也罢 今日再施针一次 下次就等年后再说吧 都别偷懒 快来包饺子 我在里头塞了三个大钱儿 看看谁能吃出来 来年会走运一整年 说来也巧 这三个装了大钱的饺子居然都被苏九月吃到 我就知道九亚是咱们家的福星 这运气可真好 年年顺景福星道 岁岁平安好运来 九月在这里也住屏幕前的家人们万事如意 平平安安 好运借来 屏幕前的家人们 喜欢九月的话 就劳烦抬起您夫妻的小手点的关注送九月一份祝福吧 爱你哟 媳妇 你是长大了一岁是吗 对 我十四岁了 我也长大了一岁 真好 这天晚上苏九月睡得很香 吴细元却睡得并不好 她的脑子就跟走马光花似的 她一觉醒来似乎做了很长很长一个梦 她一路连中三远 成了天子进城 后又顺利进入内阁 只可惜她官徒顺遂 在人生大事方面却有些颇为不顺 头一个定的杨柳 在同父母起争执的时候自呛名智 第二个苏九月在她去扬州任知府的时候死在了人上 甚至都没来得及给她留下一儿伴女 吴细元眨了眨眼睛 看着这破旧的屋顶 又看了看屋子里熟悉又陌生的陈舍 以及那个她朝思暮想的人 她的眼眶湿润了 她已经记不清自己有多久没见过她 我 我这是回到过去了吗 是老天见我上一世 又重新给了我一次机会吗 可是这一世的事情似乎有了些许变化 九月竟然比上一世提前几年嫁了过来 也好 这样九月应该不会因上一世在娘家落下的病根 而一年早逝 这一世我也绝不允许九月再次离开我 西元你醒啦 西元今天怎么看着怪怪的 明明还是那个人 可总感觉似乎有哪里不大一样了 念头只是一瞬间的事 苏九月也没多想 笑眯眯的向西元拜年 新年好呀 西元 新的一年 新的一生 新的开始 真好 吴西元瞧着苏九月俏皮的样子 瞬间溃不成军 胸腔里的一颗心躁动的宛如一个二八少年郎 不 现在的他就是二八少年 呜呜呜 媳妇儿 你那么可爱 这谁顶得住 西元 想什么呢 吴西元回过神来 冲着苏九月露齿一笑 毫不犹豫的脱口而出 想你 骨子里都想 而且已经想了数十年了 你今儿怎么怪怪的 总是盯着我看 吴西元摸不清小姑娘的心思 心中担心她生自己的气 立刻向苏九月撒娇卖萌 媳妇儿 你不喜欢西元了吗 西元还是第一次和媳妇儿一起过年呢 呜呜呜 你不让我看你 以后西元就不看了吗 苏九月对这样子的吴西元是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连忙说道 没有不理你吗 也没有不喜欢你 就是 就是 哦 就是什么 呀 苏九月本来就心中羞涩 这会儿她一点眼色也没有 还不停地追问 她只觉得自己的脸红的怕事都要赶上门口贴着的红对脸了 哼 就是人家害羞了啦 你个小笨蛋 总是问 不跟你讲话了 我找娘去 忽然觉得当个傻子挺好的 可以肆无忌惮的抱抱和亲亲 从前的我连想都不敢想 他们俩还整日说我偏心 怎的不看看我为甚偏心 这大冷天儿的 怎的也不见他们来给我担个洗脸水 苏九月向来都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至于旁人的就不去顾问 这会儿听婆婆指责两个嫂嫂 也没搭枪 等她说完了 苏九月才到 有我给娘担水就够了 您可别让旁人同窝抢 哪用得着你端 你娘我还年轻力壮着力 又不是端不动 从前我不再也倒罢了 如今来到咱家 您对我又这样好 我不孝敬您一些 自己个儿这心里头都会过不去 哈哈哈哈 你这孩子还真是个实诚的 好了 你去叫西元 我去给咱煮饺子 待会儿还得去你大伯家一趟 莫要吃了落人画饼 西元想看书 嗯 想看 可是你看得懂吗 嗯 西元不认识那么多字 西元已经背完了三字经 接下来要学习签字文了 我们慢慢进步 总有一天可以读懂她 胡西元看苏九月真心实意地替自己打气 心中暗戳戳的高兴 决定也不告诉她自己现在已经不傻了 就这么按部就班的 按照苏九月给自己安排好的课程 一点一点学习 似乎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 好了 别看这些了 娘煮了饺子 我带你去吃 过 回来 头发都没梳其整就往外跑 哪家小姑娘这么不讲究啊 珍珍儿丑死了 能再次听到二嫂的声音 真好 上一世 吴西元一直以为二嫂是个是非多又过躁的 对她印象实在不大好 可没想到在她做官后的第十年 先帝暴敌 她无意间卷入了皇子间的党派之争 被关进了大理寺 当时最让她没想到的就是这个平日里斤斤计较的二嫂 上一世的吴西元娶苏九月的时候 已经恢复了智力 傻兮兮的非要学圣人那套男女瘦瘦不轻 也就在晚上亲热一下 吴西元啊吴西元 上一世的你才是真傻 傻了一辈子 瞧瞧你都错过了些啥 西元的大伯跟他们住一个村子 两家处的不好 只在每年大年初一走动走动 维持下面子 可算来了 一早上你大哥就念叨着说你们今天要过来 都在门口看了好几次了 刘翠花虽然对她儿子有些不满 但也知道维持这些面子情 我们也惦记着你们咧 这不一大早刚起床十多十多就来了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都能拉着媳妇的手 真美 当个小傻子的快乐 当真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去厨房帮着嫂子他们做饭 你就在这里乖乖坐着 莫要捣乱 西元很乖的 西元不会捣乱 她都傻成那样了 怎还能娶这么个好看的媳妇 嘖嘖 这身对 这小脸 年纪轻轻就能看出是个美人胚子 晚上搂着睡觉 那还不得折腾一宿 嫁给这么个傻子 真是可惜了 此时二主来到吴西元身边 吴西元直接翻了个白眼给她 转个身指留给她的后脑勺 当个傻子 当真不错 看不惯谁 翻她白眼就是了 吴二主从小就跟吴西元处得不太好 她本事不大 极度心挺强 每次别人说吴西元一句好 她总要跳出来反驳两句 你这是啥意思 怎的还不理我 不过你这傻子 厌福不浅啊 你娘居然给你娶了那么漂亮个媳妇 真是抱舔天物啊 吴西元的眉头已经皱了起来 她还喋喋不休地接着说道 你瞧瞧那兄 年纪轻轻的倒是也不错 过两年 吴西元忍无可忍 直接回身一拳揍了上去 这边的动静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西元 你这是作甚 大过年的未甚要和堂哥动手 她就是个疯子 莫名其妙就打人 我们邀请你们来家里吃饭 你还打人 快过 我家不欢迎你 吴传听了她的话 脸彻底黑了 此家儿子什么样的 她能不知道 没有特殊原因 西元是绝对不会跟人动手的 再看老大家那小兔崽子 大人都在这儿呢 她说的那是什么魂球话 这到底咋回事 大过年的怎的整这一出 吴西元忽然哇的一声就哭了起来 哭的那叫一个可怜 怎么了 西元 又谁欺负你了 说出来 我替你揍她 就告状 就告状 被媳妇保护才不丢脸 她就是嫉妒 我有媳妇 没有欺负西元 欺负媳妇了 啊 弟妹 你叫这小子自己傻了 非要将我家二猪也打傻吗 这心思未免也太歹毒了些吧 都将人打成这样了还说谎 我家二猪过了年就要去现实了 若是回头影响了我儿的前途 我跟你们一家子没完 哼 我说嫂子 你这也太武断了些吧 先不说别的 我家西元坐这儿都没动 反倒是你家二猪自己个儿跑过来的 不是她惹了西元 西元能动手 你在断官司前能不能先听听到底是咋回事 说完 又转头看向了吴西元 西元 你别怕 娘给你撑腰呢 她怎么欺负你的 你直说就是 若真是她的错 娘绝不会责怪你 一个脑子清醒的妇人 对子孙后代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这一点吴西元一直都知道 她娘就是这样的人 若不是身为妇人 她娘去考公民做个官 也定然是个好官 娘 她说我媳妇坏话 说得好难听啊 我都学不出口 是吗 吴二猪 你是怎么说我儿媳妇的 你们别听她瞎说 吴西元她就是个傻子 知道什么 西元是忘了些东西不假 但是她并不是傻子 你若是问心无愧 可敢对天发誓 如果你如西元说的那样 真的说了我的坏话 就让你这辈子都考不中秀才 这时候的人们都信奉 举头三尺有神秘 可不敢胡乱发誓的 更何况科举是一辈子的大事 理所当然 吴二猪耸了 据说同生考试之后 便会有大人来考察学子的品性 希望二堂兄这些年来 真的做得端 行得正 不会被人发现什么把柄吧 哼 大哥 既然你们如此不欢迎我们一家 那就不讨扰了 告辞 此事吴中心里也不大痛快 不就是说了他嫁儿媳妇几句坏话吗 有不痛不痒的 自嫁儿子都被打成这样了 我都没说什么 老二怎么还不依不揉了 还看啥看 还嫌不够丢人的 打年初一闹这么不愉快 这个傻子怎么下手这么重 你也是 没事去招惹他干啥呀 吴二猪现在是哑巴吃黄莲 有苦说不出 先前他怎么冷嘲热讽 吴西元他都没反应 甚至调侃他这辈子科举无望 他都没反应 谁知道他这次反应会这么大 是我有病 下次再看到他 我绝对离得圆圆的 跟个疯狗似的 我们今后不去他们家了 西元不生气了 西元不气 媳妇也不气 西元帮你出气了 好 我们都不生气 西元今天保护了我 我高兴都来不及 怎么会生气 真气人 大年初一的就给人找不痛快 早知道就不去了 老大确实将他家二小子 惯得不成样子了 我好歹还在呢 居然喊我而滚 还有这事 你怎么不早说 我要是知道了 肯定和他们没完 行了 大过年的 我也不想闹得太难看 让旁人看了咱们家笑话 以后都不许上他们家去 谁敢去就给我在门口 跪半个时辰 肯定不去 那二住瞧着就贼没鼠眼的 不是什么好人 大年初二 苏九月带着吴西元也回到了娘家 爹 明 就等着你们过来里 正好一同去你外婆那里 苏九月看他准备了一篮子的东西 很是吃惊 自家什么条件他还能不清楚 这么多东西送出去 接下来的日子可还咋过 明 你都拿了些啥 怎的那样多 也没啥 就给他们带了点肉和蛋 还有你先前而带来的菜被我淹了 也给你外婆他们带着尝尝鲜 明 家里可还有什么吃的 当然有的 先前而买的荞麦面还有一些 再说了 你这不又带东西过来了 What 九月觉得他这个想法很不好 什么叫自己又带东西过来了 这分明就是笃定自己不会空手来 不许带这些东西去 怎的连你也不让我送去 你又使你外婆都白疼你了吗 您别说这些有的没的 外婆到底疼不疼我 想必您心中比我清楚 这些东西倒也不是不能送去 但我有句话必须问您一问 您到底疼我们是一家人 还是童小舅舅是一家人 你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大家不都是一家人吗 恐怕也就您一个人这样想了 您 这里是苏家 跟张家是两家 你去瞧瞧咱家面瓮 里头还有多少粮食 够吃几顿 您若是这样什么都往娘家搬 不如把大家伙的命一桶送去算了 张氏当着女婿的面被他这样指责 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 我看你现在是翅膀硬了 怎么跟你老娘说话的 我还不是看你外婆家日子过得不好 就想着帮衬一二 都是自家亲人 我怎么好看他们乐肚子 张氏自己心中也委屈 觉得所有人都不懂他心中的难处 愿女儿回来不带多些东西 愿自家男人没本事 养不起他娘家人 人家日子过得不好 容哥儿跟毛毛一般大 现在比毛毛高了大半头 装得跟个小牛肚子似的 毛毛他们几个多久没换过新衣裳了 再瞧瞧舅舅家 什么时候有咱们这么寒酸过 竟然你若执意要拿着这些东西回娘家 那要我说 您今后也就不用再回来了 这话说的相当重 他爹做不了的决定他来做 竟然这不孝的名声 他就算是背一辈子 也绝不会让自家弟弟妹妹 再被这个糊涂娘耽误下去 对 你若真执意如此 就回去跟你亲戚儿的弟弟和老娘过去 吴锡元在一旁冷眼旁观 苏九月的娘亲张事确实不怎么样 上一世他们两人成亲 还是因为苏九月的小舅舅摔断了腿 没钱治病 他就嫁女儿要十两银子的财力 他甚至要送苏九月去给崔老爷当小妾 还是他爹说什么都不同意 最后和吴家谈妥 给了五两银子的礼钱 哼 这是你们说的 回头别求着我回来 苏九月也没想到他娘真的会走 不过正是因为这样 才彻彻底底让他死了心 爹 我去做饭 既然娘走了 今后便不要让他回来了 呃 苏九月看出他爹心软了 毛子一瞪 说道 爹 娘的一颗心根本就不在咱们身上 他宁愿自己孩子和男人乐着肚子 也要将口粮拿去给他弟弟 您若是再心软 那我也无话可说 逢年过节我还是会回来 但咱家里却不能再贴补了 我不能成为第二个娘 哼 我去趟钱秀采家 嗯 您去他家作甚 去找他写封修书 免得回头他再自己跑回来 呃 苏九月原本也觉得会不会有些过分 可是一想到他娘做出的事 也咬着夏淳狠的心 行 苏九月回了趟家 他爹就休了他娘 这事儿每两天变传得人尽皆知 人人都到吴家娶了个了不得的儿媳妇 上 你们别瞎说啊 谁瞎说了 扇子 你回去问问你儿媳妇 这事儿十里八村的都传遍了 哼 就算是被休了 也不管我家儿媳妇什么事儿 你们谁在胡乱泼脏水 小心我撕烂你们那张嘴 哦 西元 你在 看书 嗯 媳妇教我的三字经 我都会背了 好好好 我家西元真棒 娘 您看 这写的是甚 人之初 性本善 娘 我是不是写得还不错 乖写得真好 娘 我能不能 呃 你要作甚 跟娘说就是了 娘 我想去学堂读书 哦 刘翠花眼睛和嘴巴都张得大大的 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盯着她的脸 又惊又喜 西元 你可是想起什么来了 吴西元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你这是啥意思 就想起了一点点 她两辈子的记忆已经融合 似乎有些不大一样 到如今她已经有些分不大清了 我的乐 娘就知道你会好的 一定会好的 太好了 读书 想去哪儿读娘都给你出钱 许久之后 刘翠花激动的心情才平复了下来 忽然想起来件事 你想起来的事酒鸭知道吗 娘 能不能 先不要告诉九月 嗯 为甚了 呃 吴西元抿着唇 支支吾好半天 才面红耳赤的憋出一句话 我 我怕她知道了 会疏远我 你这小子 就你机灵 行了 娘也不管你们小两口的事了 说到这儿 她觉得她有必要再叮嘱一下 她板着脸十分严肃的说道 你既然想起来了 也该知道酒鸭是在什么情况下跟了你 今后你若是敢做出什么对不起她的事 休怪老娘我不客气 娘 您放心就是 能娶到酒鸭 是我的福气 酒鸭 这到底咋回事 亲家母她 刘翠花忽然觉得有些不大好开口 苏九月明白她应该是听到村里人嚼舌根了 她叹了口气 明 都是真的 发生什么了 怎的好丹丹 唉 我娘她总是拿家里的东西贴补娘家 若是家里宽育到也罢了 我回去瞧见刚里都没多少面了 她还拎了一篮子的东西往娘家跑 家里爹爹是个立不起来的 弟弟妹妹们还想 我若是不出这个头 他们可得怎么办 苏九月知道这事可能会让自家婆婆对她心生不满 毕竟她对自家老娘都能很下心 别人怕她是白眼狼也实属正常 刘翠花反倒因为她这事高咖了她一眼 九样 你长大了 爹娘也都是肉体繁胎 谁还能不出错 出嫁的女儿日子过得好 贴补娘家也正常 你瞧瞧你二嫂 平日里也没少贴补娘家 我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为胜利还不是因为她贴补的东西都是自己省下来的 她愿意自己少吃一口零嘴 多秀个帕子贴补娘家 这是她做人儿女的孝心 你可听明白了娘的意思 嗯 娘 我明白了 莫要觉得自己不孝顺 有时候余孝也是不对的 孩子 你能有自己的想法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莫要多虑 我晓得了 亲家母即使离开了你娘家 也依旧是你娘 不妨碍你今后孝敬她 人做事儿 心里要有一杆标尺 做到问心无愧就好 苏九月觉得她婆婆跟她亲娘真的不大一样 若是她娘能这么明示 家中也不会这样 苏氏 可找到你了 哦 你找我有事吗 是我家小姐想要个荷包 要得急 不知道你可能敢争月十五秀好 可以 那这事儿你就硬下来了 小姐说了 若是秀得好 也给你二两银子 好 我待会儿就秀 今早给小姐送去 小姐说 荷包秀得很好 若是这事儿成了 今后小姐用你的时候还多着力 咱家小姐那是什么样的人物 手指头缝里随便露出来一点 都够你过好日子了 将荷包仔细收起来 明儿晚上苏家大小姐要举行元宵晚宴 我好不容易拖了长兄带我去 这东西可一定要入了那位的眼 这是自然 小姐您尽管放心 那些大小姐什么稀罕玩意儿没见过 但是这难得一见的手艺却不怎么常见 想必她一定会喜欢的 云云 你跟着丫鬟去后院 我先去拜见苏大将军 哥哥不用顾虑我 有宝珠跟着呢 小姐 崔家小姐到了 崔家 是哪个崔家呢 怎么还有这样介绍人的 不应该都先报父兄官职吗 苏伊也只是愣了一瞬间 就回过神来了 反正也无所谓 今天来这里的许多人 她都不认识 不用在意那么多 快些请她进来 又来一个天仙儿式的姐姐 快些来这边坐 谢小姐夸赞 前头哥哥上了礼部 不过我这儿有个新鲜玩意儿 就想前来送鱼小姐看看 还有礼物 什么好东西 苏伊的视线 落在崔青云手中的荷包上 这针脚和秀宫 怎么看着有些眼熟 似乎跟九月送我的荷包一样 你可认识九月 不知大小姐说的 可是一个姓苏的妇人 不过十三四岁的样子 是她 这荷包是她秀的吗 崔青云此刻 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那个村妇 到底是如何 跟这个大家小姐扯上关系的 是的 就是她所秀 她可还好 我已经许久没见过她了 崔青云对苏九月并不了解 唯一知道的就只有她男人 那个被自己父亲看上的倒霉蛋 我也不大清楚 就是听说她嫁了个傻子 也怪可怜的 怎么会这样 她上次居然告诉我 她男人对她很好 这个傻丫头 她怎的不同我直说呢 还怕我堂堂苏家大小姐 替她撑不了个妖 她又急又气 干脆直接说道 崔小姐 今儿你也别回去了 就在我家里住下 明日一早 你就带我去找九月 能帮上苏小姐是我的荣幸 只是还需要同家兄知会一生 以免她担心 正好办 夏合 你待会儿亲自去前月儿一趟 去给崔少爷说一声 今儿就让她先回去吧 崔小姐就在我这儿住下了 也不知道自家妹妹到底用了什么神通 居然让苏大小姐亲自开口让她留宿 云云能入得了大小姐的眼 也是她的福气 免而一早我再派人来接她就是 崔少爷多虑了 我家小姐说了明日自会让人套了马车送崔小姐回去 那这可真是极好的 就是有些麻烦辅上了 崔小姐可起了 尚未起身 小姐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 无妨 我就坐在这儿等她 方才刚练了功回来 惦记着九月的事情 让你家小姐动作快一些 我们尽快出发 说着她眉头一皱 一想到九月还在婆家受苦受难 我这一颗心就像是被水给捏住了似的 难受极了 宝珠也没料到这位大小姐居然这么不拘小姐 一大清早就闯入了客人的房间 我这就去寒小姐起来 我们可以走了吗 嗯 崔青云原本还想吃些东西的 一看苏宜着急的脸色提也不敢提 还是一旁的夏合觉得让人家饿着肚子不大好 提醒了一声 小姐 崔小姐可还没用过早饭呢 差点忘了 那就先吃饭吧 若是以解而着急的话 我吃两块点心垫垫就是了 这怎么行 你是来我家做客的 怎好不让你吃早饭 那不成了欺负人吗 行了 先去吃饭 不过了元宵 这年可就彻底过完了 吴大成 吴二成便想去镇子上做工 娘 朝地肚子里还揣着个孩子 儿子哪能闲得下来啊 就想着赶紧挣点钱回来 孩子生下来也能过好日子 见两个儿子如此勤快 刘翠花哪有不应的 一张脸都热开了花 好好好 你们有这心 娘怎好给你们当绊脚石 你们放心去 家里有娘在呢 保准把孩子和媳妇都给你们照看得好好的 刘翠花见大家伙都在干脆就把先前二 吴细元说要上学堂的事也说了出来 哦 全家人都是一脸惊喜 细元想起来了 刘翠花也不知道要怎么说 便转头看向了吴细元 示意她自己说 这几日看着书上的字 总觉得他们似乎就在脑子里似的 我屋里放的那几本书都看得差不多了 若是去学堂重新学习 指不定我原先学的东西就想起来了呢 这时田秀娘第一个跳出来赞成 必须去 老三好好读书 回头嫂嫂生了儿子也让你给他起忙 让老三去读书 咱们家这么多人不幸还公布出来个读书人 正是咧 我跟大哥出去做工 两个打工一天也挣不少钱咧 那这事就这么说定了 让西元门儿再去学堂接着读书 我琢磨着他一个人去我不大放心 就让九丫跟着一起去吧 也好方便照顾西元 苏九月这时候才回过神来 见所有人都看着他 有些慌乱 行了 回头让你爹先去那边找好房子 你们俩再过去 你也别怕 从前西元就住在学堂旁边 那里大多数都是学堂的学生 你就每天给西元洗个衣服 做个饭吧 嗯 可是开了春就又要干农活了 你这孩子 咱家这么多男丁 哪儿还用得找你下地干活 你只要照顾好西元 就是咱家最大的功劳 嗯 那好吧 我跟着西元过去 话音当落 院子里就有一道声音响起 九月 九月在家吗 明 我出去看看 小九月 可想死我了 一姐儿 你怎的来了 遇上什么事了吗 我能有什么事啊 就是想念你 你也一直不来找我 我便只好来瞧瞧你了 怎的你一个就来了 苏大将军知道吗 哪儿还需要带人 若是有坏人来 我一个就能打十个 苏九月没想到苏一居然还有这种想法 遇到坏人第一件事难道不是跑路吗 可别 刀剑不长眼 你赤手空拳的打个价值不定还行 若碰上穷凶极恶之徒可如何是好 上次的事儿你都忘了 待会儿我还是央着家里人送你回去吧 开玩笑的了 瞧瞧你现在 皱着个眉头活像个小老太太似的 我逗你玩的 我带了侍卫出来 只是怕扰名 让他们在村口候着了 这还好 你也太贫了 烂 屋里坐 哪儿有在门外说话的道理 九月 这个是你男人吗 是啦 怎么了 吴细元没想到他会问自己 苏家大小姐苏一她还是认识的 上辈子和亲胡人 为大舟换来了至少十年的安宁 崔小姐 我有些话要同九月夫妻俩说 你且回避一下 九丫 我也不瞒你了 先前我听崔二小姐说你嫁了个傻子 心中实在担忧 这才急急忙忙的跑来看看 你男人到底是啥情况 你可别受了什么委屈 没想到啊 没想到 我自己的女人居然要旁的女人来给撑腰了 苏九月担心苏一吓到他家小可爱西元 连忙解释道 我男人才不傻 他只是头受伤了忘了些事情 现在已经慢慢好了 今儿我们正合计着让他过几日就去接着读书呢 我也是听崔二小姐说的 你上次怎的也不早早跟我说 我也好帮你们找几个名医 当时找了黄大夫帮着看 效果也还不错 这不是想着一事不凡二主吗 好吧 这荷包里装了一点银票 算是我这做姐姐的一点心意 你且收好了 好好为你男人看病 这可使不得 上次你们送的东西还没用完 怎么能再收 再说了 这回我可没什么能送你的了 苏仪摸着下巴琢磨了半天 忽然蹦出一句让所有人意外的 也不是没有 不然你帮我做一套嫁衣吧 嫁衣 你要嫁人了吗 你才多大呀 唉 我也不想嫁人 在自家多好啊 你还说我 你不也早早就嫁人了吗 我们俩可是一样大礼 苏九月一想也是 她过了年也该有十四了 十四岁说亲的也不是没有 是她大惊小怪了 我没做过嫁衣 我们村里人做的衣裳跟你们也不大一样 你若是穿着出嫁 她是要被人笑话的 哼 我看谁敢说 你做你的救世 你做什么样我就穿什么样 那行 先说好 我还是投资做嫁衣 到时候做得不好你可别嫌弃我 苏姨哪里会嫌弃 她是真心实意找九月帮忙的 九月是她的福星 她希望她的后半辈子 也能带着九月的祝福走下去 怎么会 放心 就我这点手艺 哪还敢嫌弃别人 你能帮我做 我已经很开心了 你定亲的是哪户人家 说起来那人你也见过 哦 是谁 就是燕王啊 当初我们一起被找到的时候 去见的就是燕王 怎么会是她 那你 岂不是就要是王妃了 天哪 未来的王妃居然让我给她绣嫁衣 以姐儿 你是在开玩笑的吗 按理来说 你们的吉福都是专门有人做的吧 说着 苏九月就要站起来 不行不行 我怎么能跟你坐一起 还是让我站着吧 这样我心里踏实一些 好了 咱们之间哪还用在乎那么多礼数 左右你就听我的 我的嫁衣就交给你做了 行了 你们快回去吃饭吧 我们也该走了 苏姨说着 还不忘叮嘱吴熙元几句 好好照顾九月 若是她受了什么委屈 我一定会找你算账 看着他们的马车走 吴熙元才拉住了苏九月的手 媳妇 她好凶啊 你不欺负我 她就不会凶你的 我有欺负你吗 我一直都很听你话的 苏九月的眼眶忽然就红了起来 眼泪顺势而出 那你好了的事 为什么还瞒着我 你是不是嫌弃我 左右我也是娘买来的 你若是嫌弃我 我定二话不说 立刻收拾东西回去 吴熙元一瞧她这样子 顿时就手无足错了起来 我 我没有 我怎么会嫌弃你 你永远都是我媳妇 我谁都不要 只要九月 别哭了 好不好 都是我的错 你打我骂我都好 可千万别哭了 真的 当然 是真的 我没告诉你 还不是怕你不给我拉手了 苏九月低头看着她始终 拉着自己的那只手 就想抽回来 却被吴熙元钻得紧紧的 你想也别想 你只能是我媳妇 只能给我拉手 苏九月实在拿她没办法 只能红着脸妥协了 好了好了 给你拉 小点声了 要是叫过路人听了去 那可实在太丢脸了 听到就听到 我拉自家漂亮媳妇 她们只有羡慕的份 瞧你傻的 我不要跟你说话了 在暗处一直盯着吴家的几人 发现了苏庄大将军的女儿 居然亲自来了吴家 也有些看不懂啊 她们苏家到底是哪一派的 快去饼包被大人 请大人自行定夺 就凭咱们的脑子 想破头也想不明白的 你不是说 这个吴家只是个 什么都不知道的普通浓户吗 咱们还和苏庄的女儿有联系 阿大也是一阵无语 谁能想到 那位大小姐 居然不声不响地跑去了吴家 那日苏大小姐走丢 据说是这吴家的老三媳妇 带着她跑出去的 她一直心怀感激 恐怕这一次 也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此话当真 这事儿 当初许多人都瞧见了 属下绝不敢有半句虚言 知道了 让盯着燕王那边的人 来给我回客话 看看他那边 可有什么异动 这一个个人 没一个让人省心的 苏医回到府上没几天 崔青云就再次上门了 怎的忽然上门 可是有声寻我 见苏医问的直接 崔青云一时间 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好 脑中思考了好半天 才决定用苏九月 当作突破口 也没什么事儿 就是前几日碰上九月 和他男人在镇子上找房子 据说他男人 要接着去学堂读书了 恐怕也是冲着 这次相识去的 那可真是太好了 回头他男人 要是能考上个功名 他今后也就不用受苦了 是啊 若是能够一招礼于月楼门 九月这辈子 也能跟着享清福了 不行 回头我得去找爹爹 他男人既然有这份心 就应该帮帮他们 我让爹爹帮他 寻一个学问好些的夫子 姨姐儿 你和九月是怎么认识的啊 这个你莫要多问 反正投缘就对了 崔二小姐 你大老远跑来应当不适 就只想同我说这些的吧 可否请小姐秉退左右 我有很重要的话 想同您说 你们都退下吧 好了 这下可以说了吧 听闻一姐儿和燕王定了清 可是真的 这关你何事 崔青云知道这事 他肯定会生气 但高门大户的女人 八成都明白 内宅的生存规则 男子三妻四妾 也是常态 王爷身份尊贵 定然不可能只有一个正事 与其便宜了旁人 不如找自己人 帮您笼络王爷心 您以为如何 啊 苏伊听着她的话 只觉得脑子里嗡嗡的响 这个女人怕是疯了吧 我还没嫁过去呢 她就想折来分我的男人 哼 笼络王爷的心 是的 男人哪儿有不花心的 若是我们姐妹能够联手 日后再有人进来定然折腾不起来 哼 可是你又凭什么认为你就能帮我笼络得住她的心呢 难道就凭你这张脸吗 莫不是你觉得你生的比我还好看 我都笼络不住的男人 你就有办法了 那你可真够自信的 自然不是 姐姐是鼎鼎好的容貌 妹妹只是想着若是回头再有人入府 也好助姐姐一臂之力 万万没有想要同姐姐争宠的意思 少操心我的事 只要有我苏伊在一天 那燕王府就绝对不会有别的女人 您 您怎能能这样说 那可是王爷 便是等闲人家都没有让男人素质的说法 您这是犯了七出了 若是王爷他日登上那个位置 她话还没说完 苏伊脸色就彻底一变 直接抄几个茶杯砸在她的脚下 立声呵斥道 闭嘴 崔青云看着脚下的碎片 吓得脸色煞白 半天回不过神来 蠢货 来人 给我把这人撵出去 今后有我苏伊在的地方 绝不允许她出现半步 那女人说了什么 竟惹她如此生气 说 说是想和苏小姐共事一副 穆少林没忍住笑出了声 可是个天仙儿一般的人物 倒也不是 相貌平平 属下觉得不大能入得了王爷的法眼 那实在是个有勇气的 不过本盟这小王妃看起来应当是个善度的 那便将后院的女人都散了吧 这 这还是王爷嘛 后院里多少美人 就这么遣散啊 小姐 燕王府传了消息过来 对 她的什么事我都不想知道 不用跟我说 这回可是件大好事 您确定不听听吗 有身好事 燕王遣散了自己的后院 一个女人都没留 早上那些女人全被马车送走了 一个个哭哭啼啼的 燕王也没心软 现如今怕是整个雍州城都传遍了 此话当真 奴婢哪敢骗您 更何况这事要不了半天 估计所有人都知道了 您随便找个人问问便是 苏毅高兴了 作为皇上的三子 便意为他一个将军府的小姐而改变 来讨他欢喜 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很好 去给燕王府递个帖子 就说我要上门拜访 犒劳犒劳他们王爷 他说要犒劳本吗 是的 这是苏小姐原话 谈话过去 就说本忙在府上今后苏小姐 叶万福 王妃请起 苏毅听着她的称呼 脸颊上有些微热 小声反驳道 我还未曾嫁给你呢 哈哈哈哈 不过是迟早的事 你我先熟悉熟悉称呼 苏毅还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一时间竟然愣住了 燕王也怕他恼羞承诺 就主动岔开了话题 听闻你是要上门犒劳我的 那也得让我看看 这院子里的女人当真都送走了 我到王妃今日怎的有空来我这 原来是想亲自检查一番啊 既然如此 本王就亲自带你去瞧瞧 这院中可还有旁的女人 查就查 指不定就在哪个鸡脚嘎拉 藏着个王爷的心上人呢 原本穆少林带着苏毅在院子里随便转转 也没看到什么人 正打算回前院的时候 甲山后边忽然传来一声惊呼 听到女人的惊呼 苏毅脸上的笑容顿时僵着 穆少林的脸也黑了 来人 去看看是谁在那里装神弄鬼 人被带上来 穆少林甚至都没有仔细询问 就直接说道 有次刻意欲行自本王 直接一交兵马司 等等 一人 你听我解释 我真的从未见过这女人 也不知道她从哪儿冒出来的 若是面前的女人是旁人 苏毅恐怕还要在心中 好生琢磨一下她这话的真伪 可面前的女人让她打消了所有疑虑 崔尔小姐 你怎会在这儿 崔青云此时也恨不得把自己掐死 她是跟着自家哥哥悄悄混进来的 是想着等晚上月上柳梢头时 她再捧着一壶热酒 去自荐整席 嗯 崔青云低垂着头 一脸的纠结 实在没法解释 你认识 算是认识吧 不过一蠢货而已 姨儿莫要生气 我瞧着这女人行迹可疑 还是一交兵马司 让她们好好省问一番再说 苏伊一想也是 这女人不知道天刀地厚 什么话都敢往外说 迟早惹祸上身 可别再牵连了她们 也好 那便劳烦兵马司的大人们好好问问了 以姐儿救我 我是无辜的 若是祖儿你说你是无辜的我还信 既然你这话可说服不了我 这里是王府 藏着多少机密 你躲在暗处 到底什么目的谁又知道呢 崔二小姐 你还是去找兵马司的大人们说说吧 若是你真的是冤枉的 想必大人们也不会冤枉你 崔青云下的脸色灰白 苏伊又补充了一句 人活在这世上 就要摆正自己的姿态 永远不要高估了自己 有些时候图谋的再久 也不过是水中捞月 一场空败了 你同她说那么多错事 走吧 前头光还远让人摆了饭 你且尝尝喝不喝你的胃口 媳妇 可是做了什么噩梦吗 还是睡不惯这儿的床 苏九月摇了摇头 只有她自己知道 她做的噩梦可不是一般的噩梦 我先起来烧热水去 待会儿你去了雪塘 我还得回村子一趟 可是落下了什么东西 那倒没有 只是昨儿梦到了喜妹 我心里实在不踏实 必须得回去看看 进而我约莫就不回来了 巷子口有卖拉面的 你自己买一碗 不用惦记我 吴细元知道喜妹 她是苏九月的手帕娇 上辈子因为田家用了不光彩的手段 而娶了喜妹 她在伯母家也被处处刁难 最后不堪受辱 投何自尽 不行 我要隐晦地提醒一下媳妇 免得媳妇因为这事伤神 你回去瞧瞧也好 我昨儿听人说 乡下里似乎也不大太平 听说有人专门掳那些黄花大闺女 你也顺便而叮嘱乡亲们一声 让她们莫要往外跑 特别是杨树林一代 不 苏九月顿时露出诧异的抬眼 盯着吴细元看了好久 才说道 我总觉得你似乎知道些什么 吴细元心里比苏九月更诧异 难不成媳妇也是重生回来了 不行 我要试探一下媳妇 我能知道什么 媳妇 你若是空了 能不能给我绣个荷包 这有何难 等我回来就给你绣 我想要个孔雀灯枝的样子 苏九月并未觉得有意 下意识地眉头一皱 可是我并未见过孔雀啊 吴细元这才在心中叹了一口气 也是 老天能送我重来一回 已实属不易 这么巧的事 又怎么会再次发生在媳妇身上呢 九丫 你怎么回来了 可是不放心你家里 你且放宽心 有我帮你照应着呢 你这是要去哪儿 昨儿我外婆托人给我家传了话 说她近日身体有些不大舒服 有些思念我 我这不收拾了些东西 准备去看看她老人家吗 苏九月心中一突 暗自庆幸 幸好今日回来了 媳妇的外婆家住在田井村 去他们村子上就正好要路过那一片杨树林 这一切真就跟我梦中的场景对上了 我好容易回来一次 你今儿就别去了 明日再去 我有些话要同你说呢 你这小妮子可真够霸道的 你这一来 旁人竟然连忙也不能出了 我这还不是跟你学的 反正既然你说什么都不能去 快跟我回家 妹妹 你快些告诉我 这几日我娘可有上门呢 自然是来闹了 你家三个孩子在院子里哭得撕心裂肺 我隔着院子都能听到 不过这次你爹倒是主意证 说什么都不让他进家门 唉 我这些日子总是在想 也不知道他走了之后 心里头有没有后悔过 那可真说不好 毕竟你们这几个孩儿 都是他身上掉下来的肉 苏九月沉默了片刻 又说道 对了 我今日来还有一件要紧事要跟你说 什么事啊 我男人 他想起来了 这可真是太好了 你也要熬出头了 我就知道你是个有福气的 你男人是个读书人 我瞧着他气语喧昂 眉眼开阔 以后一定是有大出息的 指不定还能跟你争个告命回来里 你可别瞎说 科举岂是那么容易的 我们村的钱秀才学问也不浅 考了一辈子不也才考了个秀才吗 你这女人 那可是你的男人 你能不能对他有点稚气 再说了 秀才怎么了 只要考中了秀才 你们家名下的地就都不用缴税了 就连见了县太爷都不用下跪 瞧你这话说的 我不仅希望他能考中 我还希望他能重状远离 只是科举这时而还得看他自己 咱也不能给他太大压力不识 他能够想起从前的事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知足成了 那倒也是 只不过我瞧着你正面相 瘦不露骨 妥妥的望夫香啊 嗯 我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还成了个算命先生了 前些日子跟村口的风水先生学了两手 怎样 还不错吧 那人若真有真本事 怎么不帮你瞅瞅 看看将来你这朵金花会落到哪户人家 说的也是 明日我再去找他问文去 你可别去 要我说你最好离他远一些 男为婚女未嫁的 整日凑到一起担心招人闲话 放心 放心 我也不经常去 你男人要去学堂读书 那你怎么办 这就是我今日来找你的第二件事了 我婆婆在镇子上给我俩租了间屋子 你若是回头来镇子上赶集 一定莫要忘记来屋里坐坐 这是自然 即使你不欢迎我 我也得去坐坐呢 就怕去的勤了招你烦 两人说着话一直留到了日落西山 苏九月也没有要走的意思 你今儿是不打算回去了吗 这会儿回去有些晚了 我在家里住一宵 等明日再回去吧 那正好 今儿晚上跟我睡 我也有好些年没同你一起睡了吧 算了 我难得回来一趟 还是住娘家吧 你那屋子都多久没住人了 快给自家省点柴货吧 今儿跟我睡 就这么说定了 蒋春喜没出门 那边天二狗却按照他娘的指示 在杨树林蹲了一天 也没见到人 便揉着鸡肠鹿鹿的肚子 怒气冲冲地回了家 我的儿 你咋的了 什么咋的了 亏我还是你儿子呢 你就这样糊弄我 有你这样当娘的吗 我怎么就糊弄你了 咋了 你今儿这是到底成了梅 怎得这么晚才回来 您还说他今儿保准会从那儿过 可我都等了一天也没瞧见个人影 这不能够啊 我亲自找人去给他传了话 还给了那儿人两个大鞋儿 还应当不会框我的 您这是啥意思 他不会框您 那就是我框您咯 感情我在外头饥寒交迫的 蹲得这大半天都是假的 照实向来对自家儿子都比较有耐心 一看他发火 连忙安慰儿子 你消消气 消消气 先许他今天是家里有什么事给耽误了 要不咱明天再去 我才不去里 谁爱去谁去 不过就是个农村丫头 犯得着这样嘛 今儿我话就撂到这儿了 即使她是个什么千金大小姐 小爷我也不去 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酱啊 不去 要去你去 赵氏拿自家这小祖宗实在没办法 只好温身哄劝他 好好好 听你的 不去就不去 赶您您就去找李媒婆 再给你说个好人家的姑娘 玩这样优秀 又何愁找不着媳妇 就是 戏文里头都唱了 大丈夫何患无期 咱找个乖巧的媳妇而不成 非得找那么个刺头回来 小爷我心里头不畅宽 对了 媳妹 我还有一件事儿忘了同你说了 嘖嘖 帅帅 这几日我在镇子上听人说 咱们周边的村子里有几个黄花大闺女失踪了 你这些日子可千万不要一个人出门 无论去哪里最好都有个伴 你说的可是真事儿 我怎的没听人说起过 事关姑娘明节 谁会拿出来大张旗鼓的说呀 你也是个傻的 这种事儿难道不应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吗 你还是小心的些 你说的有道理 那我叫上我男一起去外婆家可好 最好如此 没道理你外婆只想念你 不想念你娘的 那可说不准 毕竟本姑娘生的这样招人喜欢 外婆独独疼我一个也正常 苏九月知道自己说的话喜妹已经听进去了 便告辞离去 看来自己还得在家慢两天 倒不如去找那个郭若吴玩去 郭若吴 你开开门 我有事儿找你 郭若吴坐在原地不动 根本没有要帮他开门的意思 每日五十三刻之后 就不接客 这是我家的规矩 想必你也早就知道了 从哪来回哪去 真有事儿要问 明儿请早 蒋春喜不是第一次持闭门庚 只要脸皮厚 郭家的门他就进得去 不接客归不接客 我跟旁人能一样吗 我可是贵客 你快些开门 不然你莫非以为你家这个篱笆墙能拦得住我 郭若吴也不是第一次同蒋春喜过招 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磨磨蹭蹭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乔乔还不是要来开门 说那么多作甚 嗯 郭若吴看到蒋春喜微微愣了片刻 眼底的惊讶意识而过 怎么回事 从前看他的面相是早腰之香 都活不过双十年华 怎的尖他再次出现 他的面相却变了 原本印堂的黑云正在缓缓散开 清晰到一眼可看到终点的面相 也奇怪地模糊了起来 居然探究不得 这个女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种逆天改命的事情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事已 虽然郭若吴看出了蒋春喜的运动 但也无法改变他的命数 是他却根本没有插手 你总是盯着我看作甚 郭若吴这才回过神来 并没有回答他的问话 而是转而问道 你刚才说来找我有事 究竟有何事 也没什么 就是村子里的小姐妹都陆陆续续定了亲 我这心里头多少也有些不踏实 你不是会看面相吗 也帮我瞧瞧 看看我未来能嫁个怎样的人家 我看不出来 你这人未甚给旁人能看 给我就不能看 是怕我不给钱 郭若吴又仔仔细细地打量了蒋春喜片刻 才问道 近些日子你可有见过什么人 没什么人呀 我一直在家里都没怎么出过门 除了我爹男 也就昨日李九丫回来看过我一次 九丫 就是原先住在我隔壁的姑娘 去年冬日里嫁去了下阳村 哦 郭若吴被他这样一提醒也想了起来 竟然是他 怎么了 你家儿怎的比往常还要奇怪 不过是让你给我看的面相也推三组四的 没什么 只是你遇上贵人了 那是自然 我家九丫生来就是个有福气的 就连他的傻子相公 现在都好了呢 他此时在哪儿 这人居然有逆天改命的手段 可真要追结实一番 你问这话是啥意思 我跟你讲 我家九丫可是嫁了人的 是个有福之父 你可别胡来啊 你这脑子能不能装点正常的东西 我找他有要事 他在哪儿 他男人要读书 他跟着去了镇子上 说着 蒋春喜还是有些不放心 又接着警告道 我不管你到底找他有什么事 你可别让人家夫妻两个误会了 不然我跟你没完 西元老弟 你可算好了 若是再不好 可就真浪费了你这么好的天赋 哪儿有什么好天赋 钟献兄过欲了 我怎么总觉得你这一场大病之后 整个人好似变了个人似的 吴西元当然知道是为什么 他现在有了上一世的阅历 身上的气质自然就变了 他嘴角的弧度上扬了几分 带着几分炫耀说道 大约是因为我娶了媳妇 你竟然娶妻了 怎的也不见你传个信来 当时我还病着 也就没大半 我们两口子在学堂附近 拎了房子 改日请钟献兄来家里吃个便饭 这感情好啊 那我就等着贤弟邀请我了 两人又说了两句客套话 苏钟献才想了起来 对了 你大半年没来读书 怕是要跟不上进度了 等下学了 你将我的笔记拿回去腾抄 若是有不懂的 直接问我就是 那就多谢钟献兄了 身体可大好了 从前学的东西还记得放 有些事记不大清了 我会加紧学习的 距离相识还有一个月 你耽误了这么许久 你怕是要来不及了 不过你也别气馁 则有你还年轻 等明年再考便是 吴锡元应了声势 黄夫子又接着说道 先前你的书都被你的同传们收拾起来 放在我屋子里了 你去将自己的书搬出来 然后就暂且坐在秋成章旁边吧 下了雪 秋成章和张静白凑了过来 锡元 听说你在学堂附近另了个屋子 还将你媳妇儿带来了 吴锡元下意识地就抬眼看向了苏钟献 苏钟献心中隐隐也觉得不同 善善一笑 他们两个说起你今儿晚上也不知道住哪儿 我就多嘴了一句 吴锡元还算了解苏钟献的为人 虽说学问做的不怎样 但至少人品是没问题的 不像秋成章和张静白 那是从根上就坏了 无妨 是将媳妇带来了 不过住在旁人家里 怕是不太好邀请几位过去做客 咱的 去了娇妻都舍不得带出来给兄弟们瞧瞧 哼 成章兄 请你放尊重些 真小气 不过是见一面而已 都舍不得见 好了好了 你们也是的 想聚一聚去聚贤哥吃一顿就行了 哪儿犯得着麻烦定妹 那今儿咱们就都去聚贤哥 兄弟们也好些日子没卷 谁都不许扫了心 吴锡元却打断了他 我家平 可没钱在外潇洒 家中妻子 已经做好了晚饭 等我回去 今儿我就不去了 你们好好聚聚 就是 我说吴锡元 你这是何意 咱们兄弟们还不是为了庆祝你康复 你这是什么态度 锡元在这儿谢过大家 不过若是为了庆祝我康复 那大可不必 还有一个月现世 大家好好读书才是正经 等现世过了 咱们再庆祝也不迟 他这话一说 很多人都觉得有道理 纷纷应和他 喜元说的在里 咱们想回去读书吧 我爹说了 等我现世过了 赏我一两银子 到时候就有钱花了 坐坐坐 还是想回去看书去 苏大小姐怎么来了 我此次前来是特意来同你说一声 我托父亲帮你找了个夫子 就在雍州城 孔立心是孔老夫子第42代传人 家学渊源 若是能败入他门下 无论是对你的学识 还是今后进了官场都十分有力 哦 还请苏小姐替我引荐 在下一定感激不尽 你不必如此多礼 我之所以替你引荐 主要还是看在九月的面上 回头你若是真感激我 就好好对九月 苏小姐放心 九月是我的妻 即便没有这一茬 我也依旧会好生对她 得 记住你说过的话 不过 孔老先生门下可不那么容易进 即便是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 他老人家也依旧设了一道门槛 哦 是设门槛 孔老先生说你必须要考过县世 才配当他的学生 这是历年县世的题目 我让人给你收集来了 还望你好生努力 莫要辜负了我父亲的一片苦心 多谢苏小姐费心了 行了 你这礼数倒也挺多 年纪轻轻也不知道学问做得怎样 这些迂腐的规矩倒是学了不少 好了 郑侍儿说完了 咱们也该开饭了 西元上了一天的学堂 该都坏了吧 才刚说了他两句 你就心疼自家男人了 又瞎说 金儿你来这一趟 也不好叫你白跑一趟 就在家吃饭吧 也好尝尝我的手艺 吃过饭苏一便告辞离去 小姐 奴婢发现似乎有人在暗处监视着九月小姐她们一家 有人在暗中监视九月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不过是个普通老百姓 难不成得罪了什么人 奴婢觉得并不是 那人葬的地方很奇怪 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应当是个一等一的高手 可是谁会派这样的高手去盯着两个普通老百姓 这个奴婢也不知道 或许是他们两人无意间惹上了什么是非 唉 今年可真是个多事之秋 也说不好是咱们拖累了他们呢 下河不好再说话 苏姨却又接着说道 带我回去之后 将此事比名付起 到时候再做定夺 爹爹 女儿有要事同你说 何事啊 爹爹 九月家里似乎有人在监视他们 他们一杂不过是写小老百姓 许是邻里之间有了什么矛盾 都是写小打小闹的事 咱们也没必要试试读过问 爹爹 不是你想的那样子 下河说了 监视他们的是个一等一的高手 嗯 一等一的高手 比起青木如何 青木是苏庄身边的青卫 一手刀法堪称一举 狠得苏庄的喜爱 若是两人打斗 那人或许不是青木大人的对手 若是论极隐匿的功夫 他应当在青木大人之上 他停顿了一瞬间 又接着说道 说起来惭愧 接而奴婢能发现他的行踪 也不过是运气使然 谁会花那么大的代价 顶着一个无足情重的人啊 苏庄也迅速意识到了其中的不同寻常之处 眉头紧紧地皱在了一起 嘴上却还安慰着自家女儿 莫要慌张 阿大进来一直住手在牛途镇 但我找他问问或许能有一丝线索 爹爹 您派个人去护着他们吧 我总担心 担心 您放心 爹爹这就派你青木大哥亲自去保护他们 多谢父亲承权 行了 纠约是你的救命的人 无论他惹了什么事 咱们也至少得护他主权 看将军信中所讲 我还是亲自去一趟雍州城才好 还请快 收到大将军的信 属下根本不敢拖延 就立刻赶来了 最近牛途镇的形式如何 不大好 东厂的人 您的人 燕王的人 还有牧王的人 甚至属下还发现了大长公主 仗下乔将军的行踪 梳庄的神色严肃了起来 就听阿大又接着说道 这些还只是明面上能被发现的事例 暗地里还不知道有多少人 真的东厂和大长公主的人业类 皇上还豪豪的 他们这是想做事 属下不过是个粗人 又哪懂得这些 你可还记得 先前救了一趾儿的那个农女 将军叫了属下前来 可是为了他的事 正是 我的人发现他身边有狗手检死着他 不知道他到底走惹了哪方撕裂 将军 这个属下还真知道 你且说来请请 先前这位农女救了个孩子回去 可好巧不巧这个孩子正是牧王 牧王在下例行的帮助下逃脱了 但是却不小心被一块随身玉佩暴露了行踪 现在几乎各方势力都知道这农女和牧王有关系 这么多人想找到牧王 当然就一直盯着他了 不过也幸好现在水魂 大家都不想他落到任何一方的手中 明争暗斗的反倒保持了表面上的平静 原来如此 也不知道该说他好运 还是该说他懂没 是啊 原本可以过普通日子的 行了 我已经派了青木过去保护他 你在那边也要多加留意 务必要护他的主权 大将军 咱们真的也要趟这趟浑水吗 您派人去保护这农女 岂不是在旁人眼中就站对了吗 在对 我女儿还需给阎王了呢 在旁人眼里 咱们就是阎王一等 阿大着实有些看不懂大将军的布局了 大将军 您不是说不想让大小姐嫁进王室的吗 哎 我有甚办法 皇帝并重 不愿意同湖人动手 便打算喝钱 还将足以打到我宝贝女儿的身上 这怎么能行 于是 苏庄只有先给女儿定一门好亲 就在这时 燕王上门来提亲了 他拒绝了一次 第二次燕王直接自己上门 两个大男人窝在屋子里谈了整整一天 在打开门的时候 苏庄就突然宣布 苏大小姐与燕王定亲了 燕王大小子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就看上了我家宝贝女儿了 竟然将自己全部身家都拿了出来 还潜下气园 保证自己这辈子都只娶一个女人 行了 本将军从来都是孝宗皇上的 管他们正来正去 皇上现在可还在这里 阿大被大将军这么一提点 心中忽然就惊醒了 是啊 皇上都好好的 争什么争 可别到时候惹上个朱九族的罪名 这帕子放咱这种小镇子卖真是可惜了 若是能拿去京城里卖 哪更是会赚不少钱力 哪儿有那么大的本事 能有姐姐收我这帕子 我都已经感激不尽了 咱们这不是互回互利吗 若不是你手艺好 我自然也不要 说着她又叹了口气 说来也实在倒霉 原本那位崔二小姐最是喜欢来我这买帕子 如今听说她置了官司 被兵马斯关起来了 哦 为甚啊 兵马斯抓她作甚 姐姐悄悄同你说 这还是我一个在崔府干活的老乡说的 你可不能告诉别人了 姐姐且放心 出你嘴 入无耳 绝对不同别人说 说是她勾引燕王 被燕王的未婚妻抓了个正着 就送进去了 嗯 燕王的未婚妻 不就是苏姨吗 怎么没听她说起过 也不知道是苏姨心大 还是这背后另有隐情 勾引燕王 真的假的 八卦是女人的天性 苏九月也免不了苏 一脸好奇的问道 当然是真的 你可别小看那崔二小姐 她心大着呢 你瞧瞧她 她今年都十八了 也没定亲 以当事为甚 仙且儿她爹爹给她订了人家 她自己亲自上门退清 闹得可大了 后来人在南方也觉得娶妻娶嫌 不能要这种多事的媳妇 才同意退清的 还有仙且儿听说看上了咱们薛唐一学子 人长得人高马大的 学位也做得好 她都不同意 自己做了个套 将人给打了 苏九月听得心中一突 这事隐隐和仙且儿杨柳说的和尚 她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那学子后来怎样了 听说是将人给打赏了 连人家后半辈子都给毁了 你说这女人恶毒不恶毒 她不愿意嫁 人家还不一定愿意娶呢 为了一己私欲 居然生生毁人前途 说到这儿 李氏忽然审笑一声 闭脸的幸灾乐火 果然 毁人前涂天打雷劈 她这不就遭报应了吗 您怎么知道是她让人打的 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苏九月想要证据 如果真的是她动了手 这次她就是豁出去这张脸 也要让她把牢底做穿 误会 不可能 我可是惊眼瞧见的 您 瞧见什么了 就在对面那胡同里 崔尔小姐身边那个丫鬟 给了几个小混混一个荷包 拿几个混不拎的还嫌气少 那丫鬟就又掏出了块银子 还让她们不要得寸进尺 老板娘 实不相瞒 你说的那个书生就是我男人 你男人 老天爷业力 店底下居然有这样巧的事 正是 我男人傻了大半年 家里人四处求一问样 花了不少银钱 这才好了起来 人能好起来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小娘子且放宽心 嫂子 我能不能求你件事 嗨 都是自己人 有什么求不求的 妹子若是有事我能帮得上忙的 我一定帮 嫂子 我想状告崔家二小姐 不知道您能不能替我做个证 原本还信誓旦旦要出面帮忙的李氏 立刻就沉默了下来 嫂子 您可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确实有些为难 咱们这牛途阵关元商骨都沆血一气 即使我出面帮你做证 咱们赢不了 反倒是会被人惦记上 你在这阵子上混不下去 还可以回村子去 可我这店却不能不开呀 嫂子 我自有办法收拾他们 绝对不会牵连到您 您可能帮我 妹子啊 不是嫂子一帽取人 你若是真有这本事 当初你男人也不会被人打成这样了 既然嫂子信不过我 那我便找个嫂子信得过的人来找您说到说到吧 等等啦 我怎么瞧着你今日有些魂不守舍的 苏九月便将今日老板娘说的事又同她说了一遍 吴夕元重活一世 当然知道当初谁害的自己 上辈子她后来有了权势 也让他们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但这是现在又不能与外人道言 居然是他们 还是九月明察秋毫 不然岂不是要让他们逍遥法外了 细元 咱们不能就任由他们这样逍遥法外 必须得给你讨个公道 九月 现在的咱们还对付不了他们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等他日我考取公民 一定会收拾他们的 西元一定会考中的 不过我不想让他这么逍遥下去 今日布庄的老板娘说 崔二小姐出了燕王的眉头 被关进了兵马寺的大狱 我想要去找一姐儿帮这个忙 让他将牢底坐穿 为自己的举动付出代价 吴夕元看出了苏九月的决心 在心中权衡再三 最后硬了下来 全凭娘子做主 九月来了 走走走 出去看看去 九月 你怎么来了 你不知道 我这些日子在家里实在无聊死了 说来惭愧 这次我来找你 是想你帮我个忙 苏姨一愣 苏九月的性子她大概也了解了 若不是实在走投无路的话 她一般是不会求上门的 等 有何事 走走走 咱们回屋再说 究竟是何事 九月你说 一姐儿 说来实在不好意思 但是我又咽不下这口气 我左儿才知道我男人到底是被谁打傻的 是谁 还有没有王法了 光天化日就感行凶 就是那个崔月儿小姐 这个女人居然还如此恶毒 苏九月应了一声 将此前老板娘告诉她的事又说了一遍给苏姨 岂有此理 这蠢货也不看看自家门庭长相 一般的好人家又怎会看上她 你摸方 这事我管定了 你且在这儿等消息 我这就去一趟燕王府上